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讲马来西亚 当地的华人或者东南亚的华人 往往都把它称之为大马 因为是相对于那个马来亚而言的 一般以前讲的那个人们都知道马来亚 很少提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建国以后 就和以前讲的那个马来半岛上的 那个马来亚就是有区别 所以人们把它叫大马 大马就是指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我后面就要讲他建国以后 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 可以说是内外交困 因为在国外除了中国和冷战中的 那个共产党这个阵营都是反对他的以外 他的周围的邻国也都是反对他的 那个印尼和菲律宾 长期都是不承认大马的 这个原因我后面要提到 那么他的内部当然又有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就是马共的那个 从正面的角度讲叫革命 从大马官方的角度就是所谓的叛乱了 除了马共以外 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人 尤其是东马地区普遍也有离心倾向 所以当时他们的那个日子是挺难过的 那么现在马来西亚的情况已经跟他建国初年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头有很多故事性的情景 这个故事性的情景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转型 这么民主转型这么一说 尽管马来西亚的民主转型其实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刚才主持人也讲了 去年他实现了六十多年来的政党轮替 头一次的政党轮替 马来西亚虽然理论上讲一建国就是多党制 但是他就和新加坡和这个墨西哥这些国家一样 基本上是所谓的一党独大的 那么反对党是很难成长的 那么这一次的那个政党轮替可以说是马来西亚民主的真正的迈进了一步 那么在全世界这些年大家知道 其实是那个民主在传球化中遇到很多新问题的时代 或者说是坦率的讲就是自由民主衰落的那样一个时代 当然了这个衰落未见得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 因为历史上这个民主的发展本身就是起起落落的 两次大战之间也曾经有过那么一次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最近这些年很多那种后冷战时代的新兴民主国家的运作都不是很顺利 有一些国家比如说非洲地区阿拉伯地区的民主转型可以说基本失败了 而且在2008年以后的这个全球化危机中啊 那个民主制度显然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 他们一时适应起来是很困难 所以也的确出现了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10年的欧债危机等等这些事 这些事其实我在另外的课头中也讲过 现在呀他们国家原来就有左派右派 然后左派右派在危机的背景下就争得更起劲 左派说危机都是右派搞出来的 右派说危机都是左派搞出来的 但是在我看来 其实现在的这种问题和左派右派关系并不是太大 但是的确是和这个民主制度在目前的全球化状态下的运作方式有待更新 是有关的 原来的民主国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运作基本上是很成熟的 但是现在变得一个国家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 在全球化时期它就产生很多的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是吧 那么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呀 我觉得是这个民主政治有待适应的 那么在这种低潮时期也有一些国家仍然是在民主转型的路上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的 是吧 那大马当然就是一个 而且大马出现的变化实际上不仅仅限于它 因为我这个我下面就要讲到其实马来西亚虽然国家不大 但是它对周边的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新加坡啊 印尼啊 那么这些国家其实也都会受到相应的那个刺激 但是我今天要讲这个大马的这个变革啊 也不仅仅是从民主化这个角度讲的 因为大马的其他一些方面也是中国人非常需要关心的 过去是关心的很不够的 第一这里我要讲 我讲的大马的历史其实是包括新加坡的 因为在历史上这两者是搞在一起的 是吧 长期以来 人们谈到马来亚的时候 谈到的 呃 想到的都是新加坡 但是没有想到什么沙拉越沙巴的 其实现在的东马来西亚那个时候和马来亚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但是新加坡 人们都认为它是马来亚的一部分 马来亚共产党在它的全部历程中 一直都是不承认大马的 马来西亚地区的两个共产党都是不承认大马的 就是马来亚共产党和那个北加里曼丹共产党 北加里曼丹就是现在的东马来西亚 包括沙巴和沙拉越 这两个共产党都不承认大马 所以他们连共产党都搞成两个 各自搞各自的革命 马来亚共产党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 当然是制度上是社会主义的 那么版图上 马来亚共产党一直认为马来亚应该包括新加坡 但是不应该包括沙拉越和沙巴 就是马来半岛的那一块地方 一直到马共竭尽覆灭的时候 它才发生了分裂 分裂的结果是 马共中的有一派跑出来建立了一个叫马来西亚共产党 或者说简称叫马西共 这才是共产主义这种首次承认有大马的存在 因为原来不管是北加共也好 马共也好都是不承认大马的 那么人们都把新加坡包括在里头 而且马来西亚建国的时候 的确新加坡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大家知道一年多以后 新加坡就被开除了 尽管被开除了 但是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加在一起 当然是 在东南亚处于一个关键的地位了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 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不过我觉得最近我们国家有些人不知道基于什么目的 把这个通道的重要性夸张得太厉害 的确从印度洋到东亚马六甲海峡的确是最便捷的 但是大家知道构成这个海峡另一岸的苏门达拉岛 说穿了它也只是一个岛嘛 要绕过去并不是很困难的 何况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运输都是长距离运输 比如说从日本中国到海湾石油国家 那么长的运输中苏门达拉岛这么一个小岛 你说要绕过去 它增加的距离并不是很远的 它和那个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 假如你从地中海到印度洋 要绕过整个非洲大陆 不过属于是运河 那就等于是增加了上万公里的路 如果你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如果你不经过巴拿马运河 要绕到河恩角 或者是绕到所谓的西北航道 那也是要增加上万公里 因为那都是涉及绕过一个大路啊 苏门达拉岛只不过是一个岛 那个那个如果你不过马六甲海峡 还可以过迅他海峡 还可以过那别的什么龙木海峡 巴黎海峡等等 距离并没有那么夸张 现在有些人 就提出说是为了摆脱马六甲海峡 别外国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 中国要去修一条 其实也讨论了几十年的 那个克拉地峡的运河 就像也有人提出说 中国应该除了那个巴拿马运河以外 巴拿马运河 大家知道那个归巴拿马 主权移交给巴拿马以后 这个公司是可以入股的嘛 现在中资在那里占了挺大的股份 当然主要不是表面上的中资了 而是那个李嘉诚集团 所谓的合计黄埔 现在是巴拿马运河的大股东 但是有人说还不够 要再去开一条什么尼加拉瓜运河 其实呢 这个第二巴拿马运河 或者尼加拉瓜运河 有没有必要开 我不知道 但是克拉地峡运河 我觉得是可能就是有些人 为了洗钱啊 转移资产啊 造出来一个神话 有关方面 有关国家 其实也没把这个当做一回事 而且这条运河 就算是能够开 那个工程是就不说了 因为 大家看到一条宅宅的地峡 就认为可以开运河 其实这个开运河 除了这个地峡的长短以外 更重要的是分水岭的高度 你要挖穿一条分水岭 不是很容易的 苏伊士和巴拿马之所以能修运河 不仅因为它这个地峡很短 而且因为中间也没什么山 但是克拉地峡的分水岭是很高的 而且克拉地峡本身 它也在那个 泰国和缅甸的两国交界的地方 这个协调起来很困难 最重要的就是 修了这条运河能进多少路呢 你不过就是绕过一个小小的马来半岛而已 你又不是绕过美洲大陆 又不是绕过非洲大陆 而且你 你要说马六甲海峡是外国控制的 克拉地峡不也是外国控制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搞笑的 但不管怎么说 在目前的世界上 马六甲海峡的确是一个战略通道 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而且马来西亚 可以说也是亚洲国家中 大概仅次于 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很成功的国家之一 当然不包括中国在内 我这里讲的是比较小的国家 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经济都很成功 原来中国更成功 现在最近几年印度的 那个增长速度都是超过中国的 在这两大国之前有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之说 那么亚洲四小龙以后 现在那个所谓的第二梯队的最成功的国家 大概就是马来西亚和越南 它的经济总量应该说是在不断的增长 而且如果就我们谈到的这个话题是涉及新加坡的 如果把新加坡加进去的话 那当然就更重要了 因此从经济的角度讲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第三个 一就在于 其实这个大马啊 我这里讲的大马包括新加坡 或者也可以说是新马地区 它是东南亚华人比例最高的地区 那个以前所谓的小马 就是马来亚加新加坡 华人要占到百分之四十 后来新加坡退出 因为新加坡百分之七十五都是华人了 再加进那个东马以后 华人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是也仍然达到三分之一 何况东马 我后面就要提到 华人的比例虽然没有西马高 但是它对当地的那个作用要比西马更大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要谈海外华人 如果我们要谈中华文明和那个一些其他文明的交往 如果我们要谈与华人相关的问题 比如不管是融合啊交流啊 还是华人经常碰到的什么排华啊 这一类的事 那么马来西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典型 第四当然就是马来西亚近年来 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进展 其实啊这里我要强调 民主化取得进展的国家很多 是吧 第三波民主化大家知道等于是结束了冷战嘛 一下子搞出了几十个民主国家 当然很多民主国家后来的运作不正常 有的还发生了倒退 但是民主化其实应该不稀罕了 可是大家知道后冷战时代 大家觉得最头疼的一个问题 还不是专制问题 而是民族冲突问题 民族冲突 宗教冲突 在后冷战时代好像是搞得人们越来越头疼 而且这个东西经常和民主化是搞得一块的 大家知道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化历来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而且人们都提到什么苏联啊 捷克啊 南斯拉夫啊 这些多民族国家都是在民族化的同时解体的 所以这个民族化在多民族国家中 它涉及到一个那个民族和睦的问题 是吧 涉及到一个族群关系改善的问题 这个问题和民族化其实是一而二而一的 是吧 可以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民族化是没什么前途的 当然反过来讲即使不搞民族化 是吧 这个族群矛盾严重的话也会出问题的 是吧 所以族群矛盾理论上讲它应该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马来西亚近年来 可以说不仅在民族化方面取得了进展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的族群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面那个主持人提到1969年马来西亚曾经发生过排华事件 马来西亚的排华 老实说在历史上 如果要和那个什么越南啊 高棉啊 缅甸啊 印尼啊相比 其实是不厉害的 马来西亚的排华 本来这个问题并没那么严重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和那个马共的革命是有关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呃 这始终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社会的一个大裂痕 那么在这以后啊 马来西亚对华人的打压也是挺厉害的 但是最近这些年和民主化过程相应的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民族平等 啊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因为现在的反对派 他就是反对那个大马民族主义或者说是过分的大马民族主义的 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 普遍是支持民主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民主化以后华人的地位 呃 获得了明显的改善 呃 那个去年建立的那新一届政党人体以后的新一届政府 那个华人部长占到了三分之一 那基本上跟华人的人口比重是差不多的 呃 马来西亚的华人普遍都欢迎这次变化 所以这个在族群关系和民主化方面他们取得的进展呢 是值得总结的 而且有助于澄清我们的很多迷雾 是吧 比如什么多民族国家不能搞民主啊 多民族国家一定要转制啊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这说法 是吧 我觉得马来西亚 他的民族和睦就是和民主化是连在一起的啊 那么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啊 今年来随着中国的好像是啊 中国扩大对外的影响 具体的说就是一带一路 而一带一路 马来西亚当然就是一个关键点啊 那么一带一路的工程在马来西亚也特别多 但是受到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变化 那也是影响是非常之大 18年的那个政党轮替就造成很多 那个一带一路项目的那个搁浅啊 其中最大的就是所谓的东海岸铁路 是吧 还有那个所谓的什么太马高铁啊 什么这一类的很多项目多 后来都 现在如果你到吉隆坡去 你就会看到吉隆坡大家都知道 曾经有过世界第一高楼 就是那个国有双子塔 后来被台湾那个台北的101大楼超过了 但是后来马来西亚最近这些年又崛起了一座更高的高塔 好像要重新夺回亚洲第一高楼的那个 因为当时是这么说的 现在可能肯定是不可能超过迪拜的那一座了 是不是比北京尊更高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是在马来西亚要比那个双子塔要更高 但是这座塔就是中资公司建的 也是因为18年那个事情 很多项目重审 这座塔现在目前是处于停工状态 但是不见大概是不可能 因为都已经封顶了嘛 但是目前也是处在那种进退维谷的状态 也是由中资投入的 我觉得这座塔在某种意义上 也反映了那个中资在马来西亚目前的这个处境 它是有肯定是有前景的 但是这取决于那个中资怎么处理 跟马来西亚各方面的关系了 以及中资的投资模式 运作模式等各个方面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 我们觉得现在谈谈马来西亚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我本人大家知道原来是搞中国古代史的 和这个外国现当代问题啊 应该说是八杆子打不着 但是其实要说起来 我关心马来西亚或者说马来亚吧 因为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以前是一直不承认马来西亚的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在文革期间 中国那个时候什么可看的书都没有 什么报纸电视什么都非常之单调 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什么都没有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能够听到一些所谓的外国的电台 主要就是 其实是设在中国的几个那个东南亚共产党的电台 是吧 那个泰国人民之声是设在昆明的 马来亚革命之声是设在湖南的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还真的以为是设在马来亚的 我们插队的时候 经常听他们的广播 那个时候我们当然也是属于被洗脑的一代了 都是有世界革命情节 很想去解放传人类 而且都认为我们插队做的那种日常的劳作 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就经常听那个马共的广播 而且还学会了很多马共的歌曲 其实马共的歌曲 其实研究音乐的人都知道革命时代的歌曲 很多是填词歌曲 什么叫填词歌曲呢 就是实际上那个曲谱是不是创作的 是吧 就是把那个革命的词填在里头 其实马共的那个歌曲 马共的那个军歌 就是马来亚民族解放军军歌 本来是西班牙内战时候的一首曲子 而且大家知道 马来亚是 通常讲是有三个民族嘛 就是马来人 华人和那个泰米尔人 就是印度人 所以马共 马共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华人 但是他为了标榜 他是代表传马来西亚的 也招纳了一些马来人和泰米尔人 其中那个马来人稍微多一点 因为马共的那个军队中的十支队 就是专门的那个马来人支队 是吧 他的那个领导人叫做阿布图拉西提和那个拉西麦丁 这两个人都是起了挺大作用的 印度人就很少 印度人本来在马来亚也是比马来人和华人都更少 但是马来亚共产党中的很少 唯一的一个印度人的泰米尔人的中央委员叫萨尔玛 是长期在中国的 曾经是马来亚民主解放阵线驻华的代表 所谓民主解放阵线 就是共产党的那个统一阵线组织了 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中国工作的 他的太太也是个音乐家 包括马共的那些泰米尔歌曲 什么马来歌曲都是他写的 过了四十多年以后 我见到他那几个歌 他一听就说那是他写的 我都觉得非常之巧合 当时这个 因为我是在南方插队嘛 在在广西插队嘛 那个时候这几个电台也都是设在华南 所以听起来是非常清楚 甚至比中央台有的时候都很清楚 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对什么美国之音啊 什么BBC啊 是一直是干扰的 但是干扰的 但是大概中国的那个干扰电台的技术也不行 功率也不够大 所以那个那个还是可以听得到 我们当时也听 但那叫收听敌台了 是很严重的错误 但是那个马贡的电台是可以公开听的 不算是敌台 所以也了解了不少 而且可以说 马贡的马来歌曲 泰米尔歌曲和华人歌曲 当然最多的还是华人歌曲 我们当时都会唱不少 那么以后我好几次去过马来西亚 尤其是在那个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做过一次讲学 还去了东马 对整个 而且去访问了一些那个马贡的成员 马北加贡的那些领导人 其中包括一直宣持到最后 最后走出森林的一百多个人之一 中的几个 反正是对整个这个马来西亚 这一段的这个历程啊 也算是有些基本的了解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确是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有关的情况 那么首先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情况 这里我要讲 我这个课大家来听也不容易 能够在一些什么常用工具书中能够看到的那些基本情况 什么面积啊人口啊这些我就不多讲了 我要强调的是一些一般的工具书不太突出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由东西两个部分组成的 西马就是马来亚 在地理上就是马来半岛 东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就是世界第三大岛加里曼丹岛的北面那一部分 以前我们不承认马来西亚的时候把这个地方叫做北加里曼丹 北加里曼丹上现在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文莱 那么文莱周围都是现在已经加入了马来西亚 就是马来西亚的两个州就是沙拉越和沙巴 那么这两个州加上西马的十一个州 马来西亚现在一共有十三个州 其中西马的十一个州原来都是苏丹国 我后面就会提到 那么它这中间隔着南海 而且这两个部分中间的那些加个这两个部分中间的那些岛屿 基本上都不属于马来西亚 是吧 那些岛屿都是属于印尼的 包括那个阿南巴斯群岛了 纳图纳群岛了 都是属于印尼的 所以等于是它是被隔成两块的 那么现在的马来西亚当然是以西马为主的 中国人去马来西亚大部分呢也是去西马 很少有人到过东马的 但是这个东马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 而且和西马很不一样的地方 当初东马和西马统一成马来西亚的时候 是经历过斗争的 东马很多人是不愿意的 所以当时为了达成妥协嘛 规定了东马的高度自治 所谓的高度自治 甚至达到了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谓的一国两制的地步 一个特点就是西马的人到东马去是要办通行证的 就有点像那个中国人到港澳去也要办那个 他们就直接叫签证 而且你持马来西亚签证你也不能直接到东马去 你要单独办另外一个东马的入境证 东马的所有机场都有口岸的 不仅对外国人也对西马的公民 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高度自治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他的民族构成呢 都和西马有很大的区别 西马大家知道马来人是主人了 但是东马的马来人是很少 东马的马来人比华人都少 当然华人也不是最大的民族 华人是第二大民族 但是华人是最起作用的民族 因为他的第一大民族 就是那个马来人来到之前的那种土著 那个就类似于什么玻璃尼西亚人 什么澳大利亚的毛利人 那样那非常原始的 都是住在那个藏屋里 而且都是一直到现代都还是猎头民部落 那个基本上是在森林里头不出来的 那么这些人不是一个民族 凡是这些原住民本身区别 都是很大的 他们的语言都不能互通的 但是外界人往往用一个统称来形容他们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美洲 我们把土著都叫印第安人 实际上当然这个词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说了 因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吧 但是实际上被称之为印第安人的那些人 可以说那个是千差万别的 语言光语系就有七八个之多 不同的印第安族群的那个语言差别 要比欧洲的不同语言的差别还要达得多 只是外界认为好像他们 外界之所以认为他们差不多 是因为外界不懂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你不懂就认为是一样的 包括中国什么五千年文明是一贯的 这种说法也是西方人造出来的 西方人造出来的这种说法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西方人也不理解 中国现在和五千年以前有什么变化 在他们看来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正面的说就是文明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 反面的说就是长期停滞不进步 进步 进步也好 是延续也好 其实都是你不懂 假如你懂了 你就会知道这几千年中国的变化还是很大的 是吧 你要说好的话 你甚至就可以说是中断 你要说不好的话 你甚至可以说中断了 你要说好的话 你也可以说是新陈代谢了 经历了新的发展阶段 那么同样这个达亚人啊 是马来人华人英国人 对那个马来亚的 对那个大马地区的非穆斯林土著 是吧 所谓非穆斯林土著 就是应该说比马来人更古老的那些人 他们大概是一万年以前到那个地方的 马来人大概是在两千年到三千年之间到那里的 对他们的一个通称 这就像我们把台湾的那些土著都叫高山族一样 其实大家如果去过台湾就知道 台湾现在是不承认有什么高山族的 因为只要是民族觉醒了 他们就会认为他们不是一回事 所以现在你可以说台湾的土著可以说要 我不能叫土著土著也不正确 应该叫原住民 是吧 甚至在现在的加拿大更邪乎原住民都不正确 要说是第一民族 是吧 first nation 你要说是印第安那太反动了 你要说土著美洲人也是半反动 你就得说是第一民族 而且加拿大现在是发展到 因为加拿大大概所有的地方原来都是在美白人去之前 当然都是土著的人的了 包括他的首都 沃太华的国会山啊什么什么原来都有土著地名 像他们议会发言的 头一句话都是我们要感谢第一民族使我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地方 而发表如下言论什么什么 那么由于这个马来西亚的土著 现在也是在进步 他们的那个族群自觉也在发展 所以他们是不太承认他们有 他们是都是达亚人的 他们现在一般说他们有很多族群 其中最大的叫一般族 还有什么达尤比族什么等等等等 尤其在东马一般族是最多的 我记得09年的时候我们几个中国学者到那里 有一个人就给我们介绍说 我们这里最多的人是一般人 那位人就说最多的人是一般人 那么那么次多的人是特别的 一般的人是什么人呢 其实他讲的不是普通人 而是指一般族的人 一般人或者说达亚人虽然很多 但是他们的发展水平很低的 真正的城市都不是他们在住 真正的城市都是移民 什么移民呢 主要就是中国人 所以那个东马虽然城市并不大也不多 但是那些城市基本上都是华人城市 可以说比新加坡都要典型 那么这个马来西亚 无论是东马还是西马都是卡在南海的那个南面 那么他这样的状态啊就构成了马来西亚历史的两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在前殖民时代 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蛮荒状态 这里我要讲我们现在的研究 经常受到所谓的政治正确的影响 这个蛮荒也是一个不正确的词 应该说是高度不发达状态 是吧 那个具体的讲就是东南亚各国 包括中国东亚很多国家都是古国 以前都有很悠久的历史 总而言之他们很早就有了国家 是吧 像越南啊就从立国啊 从那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万春国算起 是吧 就已经有了国家 那后来他跟中国独立通常的说法 是从宋元之际的什么丁朝 后来又什么成朝啊 元朝啊 末朝啊 是吧 已经有好多个朝代了 越南的很多王朝 越南 但是越南的这些王朝啊 都是在越南北方的 越南南方 当时是另外一个国家叫做战城 那也是一个古国 原来是个印度教王国 后来成了个穆斯林王国 后来被北方的越南给灭掉了 那么现在的印尼曾经有过 几个比较强盛的印度教国家啊 什么斯利弗士啊 夏莲特拉啊 大家知道缅甸也有很多 也有历史上也有比较强盛的国家 什么普干王朝了 曼德勒王朝了 那么泰国当然是 鲜罗王国是很历史上 也是挺悠久的了 而且鲜罗也是世界上很早的一个 没有变成殖民地的地方 一直到 现在都是 那和中国一样都是 一直是没有变成殖民地的 还有一些国家 他们虽然本身不是古代的 不是文明古国 但是他们长期稳定的属于某一个文明古国 这里我要讲的典型就是老挝 老挝他也有国王 他在历史上也独立过 什么南长啊 什么你如果你看 我们写的那个老挝的历史 或者老挝官方写的 这里我要讲任何民族 他自己写自己的历史都要强调他的 立国如何悠久啊 什么什么 所以如果你看老挝写的历史也说 他以前叫南长 是很早就有一个国家 但是实际上 南长存在的时间很短 后来历史上老挝自己称王的时代 也断断续续有过几次 但都是很短的 那么大部分时候老挝是什么一种状态呢 大部分时候老挝是属于泰国的 而且泰国对老挝的统治应该是很稳定的 甚至某种意义上讲泰国和老挝 这个民族差别就不大 因为那个老挝人和泰国人 其实那个语言啊 种族啊什么各个方面都是差不多的 是吧 现在那个老挝因为这个国家很小 也很落后 书店里头基本上没有本国的书 书店里头全是泰文的书 老挝人也能看得懂 那个泰文 现在大家知道有那种世俗文字 也有文言文就是那个寺庙里头用的 他那个小城佛教 佛教寺庙里头用的那个文字 老挝也同样有这两种文体 是吧 而且也一样的 何况我们现在讲的老挝 以前叫辽族吧 他其实70%的人口并不在老挝 还在现在的泰国 那个泰国东北的12个府 叫做一森地区嘛 泰国的一森地区 就是老挝人聚聚的地方 那里的老挝人 要比老挝这个国家境内的老挝人 还要多得多 老挝其实是 原来一直属于泰国 严格的说应该叫先罗 原来一直属于先罗的 一直到1904年 法国才通过法先条约 把这块地方隔出来 变成法属安南的一部分 就是那个法属印度之纳的一部分 所以老挝虽然不算是一个 严格的说不算是一个什么独立的古国 但是他长期也是泰国的一部分 或者说先罗的一部分 整个东南亚大概只有 马来半岛 加里曼丹 伊里安岛和菲律宾 这些地方在前殖民时期 是比较蛮荒的 那些地方基本上是处在部落状态 不仅没有自己的古国 外部古国的影响 也处于模糊的状态 尽管有时候外国人的影响 也会到那里 比如说他们先后受到印度教穆斯林的影响 当然大家更知道的就是什么 正和下西洋 也到过那里 中国人的影响也到那里 但是并没有把它变成中国的土地 实际上 那个 马来西亚周边的那些印度教国家和穆斯林国家 也都曾经把这块地方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但是一直没有把它真正的纳入版图 他一直是处在那种 那种模模糊糊的状态 都是那个部落 当地只有一些部落 囚邦和不稳定的外部属地 所谓不稳定就是短期 他也可能被某些外国纳入版图 但是都是不持久的 比方说 就中国而言 在正和下西洋前后的几年中 那个马六甲这个地方跟中国的关系就是非常密切的 马六甲至今为止也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城镇 那个时候是 因为正和去了嘛 而且去了还不止一次 所以跟中国的往来是很多的 某种意义上讲马六甲那个时候跟中国 甚至都可以说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可以 因为有人说朝鲜越南当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假如是这么说的话 马六甲当时比 当时跟中国的关系 至少要比越南要近得多 但是维持的时间很短 因为正和下西洋 不久就搞得那个国库空虚民穷财经 中国对外搞的那些事情都是很奇怪的 那个西方人对外扩张是发了大财的 中国人对外扩张就是亏得一塌糊涂 而且往往最后就亏得你就难以为继了 这个正和下西洋 大家知道后来就被认为 我们现在说多伟大 那个时候的人普遍把它当做是第一大避震 就是把那个国家搞得民穷财经 结果后来就不搞了 不搞了连造船都忘记了 中国从此就再也没到过那个地方 当然华人还在那里落地生根了 但是跟中国就没什么联系了 那么在以前像印度教的湖南 就是现在的柬埔寨 佛教的实力佛寺 就是现在的爪娃 都曾经在那里建立过实力范围 但是很早 但是时间都不长 穆斯林化了以后 在苏门达纳的那些穆斯林王国 也曾经在马来扶植过自己的势力 但是也是没有多大成就的 所以一直到殖民者来的时候 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是马来西亚 这个历史的一个特点 马来西亚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大马的两个部分 传统上是缺乏联系的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之形成 完全是在非殖民化过程中 现代地域政治整合而成的一个 新兴国家 实际上在当年是没有人想到 会有这样一个国家的 这里我要讲马来西亚这个地名 凡是后面有西亚的这种地名 当然都是西方人创造的了 什么罗德西亚 印度尼西亚 大家知道 之所以是叫印度尼西亚 就是因为当初是 当初是和属东印度公司 控制的那块地方 那么加上一个地名的后缀 就成了什么西亚了 那么这个马来西亚 指的是马来人的地方 这里我要讲 马来人指的是马来语 马来语是一个语系 它包括很多民族 马来语人是一个很庞大的一支 我们现在的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都是 广义的讲 都是讲马来语的 那个 而且如果细分的话 印尼语和马来语 几乎是可以互通的 可以说就是一种语言 只不过是有一种方言 那个菲律宾的 现在的官方语言叫做 塔嘎路语 塔嘎路语和马来语 距离就比较大一点 但是 那个共性还是很多 很多名词啊 很多什么 反正基本上也是属于一种语言 甚至有一些痕迹 都是很清楚的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 我们经常熟悉的一个地名 叫做看榜 就是村 那菲律宾也有很多看榜 而且马来语 都是齐头是地名嘛 就是他都 当然东南亚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就是那个 休止语放在后面 足语放在前面 比如说南部地区 他要说成是地区南部 对吧 所以包括广西壮族 都是这样 有很多那个词 那个什么 纳坡 纳贡 纳什么 就是前头都是纳 纳就是田的意思 那个如果翻成汉语 就是什么的土地 什么的田地 什么的田地 那田地是放在后面的 他们都放在前面 包括那个云南的西双版纳 也是这样 西双版纳就是12块田 西双版纳 那个纳也是田的意思 但是他那个那个 这个马来语 包括印尼语和卡卡路语 在内实际上是 整个东南亚 这一大块地方的居民 那个时候讲的马来西亚 包括现在的 现在讲的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 也包括印尼 也包括菲律宾 是吧 那是很大的一块地方 当时是没有 现在这个国家 这个意义上讲的 马来西亚的 当时讲的马来西亚 包括 所谓的和属东印度 就是现在的 那个印尼 包括所谓的英属印度 英属东印度 就是现在的马来亚 这什么沙巴呀 什么什么这些地方 还包括美属的菲律宾 这些地方当时都叫做马来西亚的 但是实际上 现在构成马来西亚 两个部分的东马和西马 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关系的 前知名时代就更没有关系 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东马是没有什么马来人的 而且马来人本身就没有统一过 它本身就是一些部落 那个抗战以前呢 这两个地方的历史 基本上是不搭界的 就西马而言 我前面已经讲过 一万年以前 开始有土著的阿斯利人 就是森林居民 就是那个很原始的那种居民 那个东马的那个原始居民呢 在人类学上很多都是 所谓的猎头部落 而且一直保持到那个现代 都还有这种习俗 我们在大概09年的时候 到东马去的时候 在他们的那个藏屋里头 那个藏屋当时 因为马来西亚 现在已经是个相当发达的国家 那个由于石油啊 比较多 他那个各种福利搞的也很多 也是一个福利国家 所以现在的那些土著人 应该说生活很不错 那个所谓的藏屋 其实也是现代建筑 但是他们里头也有电视 也有什么那些人 都过得现代的生活 但是他们还是住在藏屋里头 所谓藏屋就是 那个时候的一个部落的人 都住在一个房子里头的 长长的就像个走廊一样 有的长达几百米 藏屋里头常见的装饰 就是一个一个的猪楼 那个猪楼里头就装了人头 就是那个时候都是 就是那个部落之间战争 都是把人头割下来来相炫耀的 那么他们一直也没有什么进化 所以一直处在很原始的状态 而且由于生存处境艰难嘛 所以人口也在下降 这个阿斯利人现在只有六万人 也基本上也是住在森林里头 当然是等于是政府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 成了类似于那种大熊猫一样的 是吧 就是那种 马来人是三千年以前进入的 华人和印度人 则在两千年到一千年前 进入那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的主流文化是什么呢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 华人很早就到了那个地方 中国的史记记载很早就有那个地方的记载 而且正和下西洋以后 那里就有很多什么三宝庙啊 三宝池啊 什么什么这些和中国有关的地名 当地的华人的确在远海地区 也形成了一连串的定居点 但是华人基本上都是在远海的 很少有人到内地去的 那么整体来讲 在那个公元1300年以前 也就是在那个明代以前 这个地方通行的主要是印度文化 这里我要讲啊 印度文化的扩张能力是相当强的 在最广的时候 他通过小城佛教和那个印度教 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 大家知道著名的吴歌窟 就是印度教的东西 那个老挝南部有一个小吴歌窟 叫做瓦普 就是那个也是类似的 当时那个越南南方的战城 也是新印度教的 或者说也可以说是小城佛教 那个越南南方的小城佛教 和越南北方的汉传佛教 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越南北方的佛教是从中国传入的 但是南方就完全不是 一直到 印度尼西亚 在那个明代以前 印度尼西亚也基本上是印度文化的所在地 后来就穆斯林化了 现在印度尼西亚还有一个印度文化的孤岛 也成了旅游圣地 大家可能知道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巴黎岛 巴黎岛是现在印度的一个印度教的自治区 它也是因此成了一个民俗学 人类学他们经常考察的一个地方 因此也就兴起了旅游业 中国人很多都到过那个地方 但是实际上早年呢 整个印度尼西亚都是像巴黎岛那种状态 那个我前面提到的什么 什利弗士啊 夏莲特拉啊 这都是印度教的国家 而且那里曾经出现过 很发达的 很著名的 像大家知道的那个 印尼有一处非常有名的 古籍嘛 和那个吴歌窟啊 什么这些 什么长城呢 曾经被并列为什么 世界新七大奇迹的 当然现在又有更新的七大奇迹 但是最早的七大奇迹 大家知道是那个西罗多德讲的 基本上是爱琴海周围的那些地方 现在除了金字塔以外 其他也都没有了 到了近代 有人发现了很多新的东西 那么又有了所谓的新的七大奇迹之说 包括中国的长城 包括柬埔寨的乌歌窟 也包括印尼的婆罗佛图 这也是其他奇迹 那么婆罗佛图 现在还是一个旅游圣地 那都是在印度教 在佛教控制 印尼的时候存在的 那个时候佛教 那个时候南边的印尼 北边的战城 湖南 就柬埔寨 什么都是 包括泰国 是吧 包括我们西双版纳的 歹族 歹族性佛教 但是歹族性的 也是那种巴利文佛教 不是那个汉传佛教 什么缅甸呢 什么都是这样 周边地区都是那个印度文化的 所以那个 马来也是这样 而且很多周边的印度教国家 都曾经把那个势力范围升到 马来 但是1300年以后 东南亚就开始穆斯林化 这里我要讲印度教啊 他有一个特点 早就有人说过 有一个说法叫做 只有印度教 没有印度国 这个印度教这个特点是文化渗透能力很强 但是国家凝聚能力很弱 印度文化可以传得很广 但是就在印度本土 印度文化都凝聚不起比较大的国家了 那我们知道 印度除了最早时代的什么孔雀帝国 基督王朝 那是信印度教的本土居民建立的 以后 大概在基督王朝灭亡以后的 1000多年时间 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徒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很多土邦 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外来征服者建立的 包括那个从阿富汗那边来的建立的什么德里苏丹国 包括那个蒙古人建立的 当然所谓的蒙古人是中亚地区穆斯林化的蒙古人 建立的摩沃尔帝国 当然也包括最终把印度捏成一个国家的就是英国人 他们本地人都建立不起这个国家 所以有个说法叫只有印度教 没有印度国 实际上印度这个词形容一个国家 就像穿哪形容中国一样 也是外国人的说法 印度本身是不用这个词的 就像中国本身是不用支那 这个词是一样的 印度现在他们自己称自己的国家 叫做帕罗多 帕罗多 大家知道那个有一个印度史诗叫做摩科帕罗多 其实帕罗多的意思就是伟大的意思 他们称自己的国家叫做伟大的国家 就像我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央的国家 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由于这个特点 所以其实印度在佛教时期还有过比较大的国家 就是孔雀王朝啊什么极道王朝 到了印度教兴起以后就就没有什么大的国家 那么当然这个东南亚这个地区也是一样 虽然大家都信印度教 但是就搞不起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然后穆斯林来了以后啊 穆斯林就特别强悍 就特别容易搞那种什么中央集权啊 搞那一套 所以印度教徒基本上都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些国家就一个结一个的就被穆斯林化了 从那个缅甸泰国 从那个越南的战层 缅甸泰国还保留了佛教 但是那个战层马来西亚印尼一直到菲律宾的南部都穆斯林化了 虽然他们穆斯林化了 但是 印度教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深的 他们的土王 即使在穆斯林化了以后 很多还是原用印度教的那个称呼 大家知道印度的土王叫做Lara 这个词早在那个 早在印度的史诗中就出现过 那是一个很古老的词 这是什么摩克波罗多这些词就出现过 这个Lara 我们有的把它翻译成Laja 有的把它翻译成Laja 有的把它翻译成Lara 都是梵语的王 现在 那个马来西亚很多地方的王 那个土王或者是叫土斯拉 也还是叫Lara的 这个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么当然穆斯林化了以后 很多那种土王 就改用穆斯林的称呼 比如说就叫苏丹了 但是也仍然有人 还是叫Lara的 那么当时华人已经出现在马六甲 这些地方 远海的一些地方 但是政治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郑和夏西洋 曾经与马六甲建立起短暂的关系 但是只有短短的七年左右 也没有能够延续 1300年以后 伊斯兰教开始在东南亚排挤印度文文化 那个像印尼 印度教的文化就被挤到 现在只剩下巴厘岛了 其他地方都没有了 在越南南方 那个战城很快就伊斯兰化了 后来战城在明代末年 被北方的越南 就是当时叫大越帝国给灭掉了 灭掉以后 大家知道因为当时的战城 已经穆斯林化了嘛 他被灭掉了以后 战城的王室 就逃亡到了中国的海南岛 因为他们是穆斯林 所以中国人就把他们化为回民 那个时候没有民族的概念 回民就是伊斯兰教徒的意思 结果到了五十年代 中国有了民族识别 就把他们识别为回族 但是海南的回族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回族 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其他地方的回族 其实确切的讲就是讲汉语的穆斯林 就是你讲汉语的人 如果你是穆斯林 那就是回民 以前叫回民 这里我要讲 民国时期是没有回族这个说法的 大部分的回民 只是说那个一个宗教概念 就像我是基督教徒是一样的 我是基督教徒 你也可以说叫教民 尤其在义和团时代 但是教民也好 回民也好 都是汉族人 那个时候很多重要的人物 比如大家知道白崇喜就是回民 但是他从来不认为他是汉族 国民党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认为 包括白家本人 也不会认为他是什么回族的 那个而且他都是以汉族的 那个大人物 自豪 甚至连马步方 马洪奎啊 这些人 他们都认为他们是汉族的地方势力 只不过姓回教而已 大家知道有一句很有名的名言 中国在五十年代 民族识别的时候 曾经大家批判的 认为是一种反动言论 那就是马步方的一句名言 叫做中国有回教而无回族 但是海南岛的回族就比较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海南岛的回族是有自己的语言的 这种语言就是战语 因为他们本来是战族的王室 那么海南岛的回族不是讲汉语的穆斯林 当然后来他们在不断的汉化 这个战语啊 大概一直到解放初 还有人讲 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会讲了 大家如果去过三亚 就会知道三亚还有很多地方是回族的 那就是战城王室的后代 他们当时都已经穆斯林化了 但是大家知道战城原来是 原来是信印度教 那么这个穆斯林化以后 这些马来人呢 基本上都信了穆斯林 但是他们信穆斯林以后 他们就根据伊斯兰教建立了自己的那些统治 是吧 然后就是都称苏丹 但是这些苏丹也没有能够做大 一直到1511年 葡萄牙人 这个时候西方人开始地理大发现 那么葡萄牙人就到了 现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一开始是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 葡萄牙占领马六甲 可以说是吹枯拉朽的 因为当时那个地方还是部落邻里 什么山头邻里 没有什么什么强大的国家 据说他在一个月内 就使得一盘善杀的马来人就屈服了 但是葡萄牙人并没有在内地建立他们的统治 除了马六甲等几个远海的贸易据点以外 葡萄牙并没有把整个马来亚 当然更不用说马来西亚 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政治实体 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加坡 那个时候马六甲的地位就相当于新加坡 因为他正好卡在那个海峡那里 那么这是个很重要的贸易据点 是葡萄牙人直接统治的 但是也仅仅限于马六甲这一个地方 后来其他几个列强就进来 1641年荷兰人取代了葡萄牙人 18世纪末英国人又取代了荷兰人 英国人逐渐对这个马来这个地区进行渗透 1786年他占了这个冰狼雨 大家如果看看地图就会知道 这几个地方都是在海峡边上 所谓的冰狼雨就是现在的乔治市 也是一个华人城市 到了1795年他赶走了葡萄牙人 占领了马六甲 那是当时是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了 到了1819年 英国人华莱市登上了 当时还是一片荒岛的新加坡 新加坡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英国人把它发展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 那么英国就从此就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而且英国人要志向更远大一点 就开始向那个内地进行渗透 那么这个时候内地的一些穆斯林统治者 就先后跟英国人签订了那个保护条约 英国并没有直接吞并他们 但是宣布他们是受到英国人保护的 这样他们的统治就比较稳定了 因为受到英国人保护以后 第一你就不会被别人灭掉了 但是第二你也很难灭掉别人 因为别人也是受英国人保护的 所以这么一来 在马来亚的这个境内 我这里讲的是西马拉 境内就出现了九个穆斯林的小土邦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把它叫球邦 就由球长统治的 那么这九个穆斯林球邦 头领大部分都叫苏丹 也有像那个玻利士就称拉扰 这是我前面讲过的一个印度教的称呼 还有深美兰州称严端 这也是一个印度教的称呼 就是那个时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 还是都有影响的 英国对这些球邦不进行直接统治 但都与他们签订了条约 制为保护国 这个保护国是由住新加坡 最早是住槟榔屿的 就是那个乔治市 后来因为新加坡当时还是个荒岛 后来新加坡发展起来以后 因为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最窄的地方 也最重要 所以英国人很重视这个地方 逐渐逐渐这个地方就发展起来了 英国在那里头派驻了直接统治的专员 那么这个专员代表英国 行使这个所谓的保护者的职能 然后这三个海峡殖民地 就是我前面讲到过的 槟榔屿马六甲和新加坡 当时都是英国直接殖民的地方 也住有英军 这些英军和英国专员 给这些穆斯林的这九个国家 这九个小小的土帮提供保护 那么英国带来了什么呢 英国当时为了防止土王的势力 做大 制止传统上常有的囚帮纷争和战争 在那个时代啊 马来西亚的各个部落各个酋长之间 经常打仗的 那个时候还处在那种蛮荒状态嘛 那么第一英国人他要标榜 他是文明的 他要制止这种丛林状态 是吧 这种无序的 你打我 我打我 你的那种状态 他就不希望有很强的力量 这所谓的以强凌弱啊 什么什么自己 这些事 第二 他也为了传播英国人的价值观 英国人的价值观 他总是要认为这个 这个地方 还是应该逐渐逐渐由老百姓来治理的 不能只是一个王说了算 因此在英国统治的地方经常提倡要搞议会 尽管最早的议会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立法者议会 但是基本上还是说国王要跟别人商量 大致上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英国光荣革命以前的那种或者光荣革命以后一段时间的那种 一方面有王 另外一方面也有国会 国会当时还是有王权的 还是有专制的 但是专制不是无限的 你很多大事情还是要跟人商量的 那么英国促使各邦都建立了雏形的议会 这样这个这九个邦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原始的三权分立 就是他一部分权力是归土王的 就是苏丹或者拉仁或者叫严端 总而言之是那个政教合议的那种传统的领袖 但是也有议会 这个议会倒不是一人一票的 基本上就是当地的那些社会贤达了 或者说是地方豪强了 或者说是就像一二一五年的英国一样是一些贵族了 总而言之是当地的知名人士 那个你国王不能任意欺负他们 你有些事情还得跟他们商量 还有更大的事情你还要通过英国人 那么英国的专员 设置新加坡的专员 也代表英国干预他们的一些事务 就形成一种类似于三权分立的这种状态 当然这个三权分立不是行政司法 立法的三权分立了 而是一种其实就是对主权的一种分割 那么因此就造成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一个历史传统 就是这个国家一直 这个地方一直就没有强大悠久的专制集权传统 他们自古以来就没有像中国的秦皇汉武了 像那个印度的摩沃尔帝国 甚至是那个那个古希腊的亚历山大这样的那种 反正那种强人是很少的 那个同时很早就有了权力制衡的这个因素在里头 马来西亚的华人呢 普遍都有一个印象 他们认为这个马来人虽然是穆斯林 但是马来民族是一个比较温和友善的民族 并不是一个非常之那个强横的民族 历史上也没有出现什么过分的强人 那么这也是使这个马来西亚后来能够建立起那个建政民族的一个因素 到了1930年代 当时这个英国开始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静待化 不能韩式那个一大堆的酋长 那么因此就考虑要把这个地方整合 把那个地方 当时的那些酋长国啊 用英语的说法都是state的 就是我们用美国的翻译就是州了 他要把这州都给搞在一块 最早就是在30年代初 把那个霹雳 雪兰儿 深美兰和彭坑这四个州建立了一个叫做马来联邦 这四个州相对而言 除了彭坑以外 其他几个地方都是比较发达 而且当时已经开始有一些现代的那个经济啊 比如说马来亚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是经济很发达了 制造业和石油啊什么都是他的 但是在二战以前 马来亚最有名的 近代经济 就是两个 一个是橡胶种植 一个是锡矿 东南亚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锡产地 有名的现在泰国的普吉岛 当时就是以产锡矿著名的 现在已经完全不生产了 马来西亚现在也 已经停止锡的生产 但是当时是 世界锡的有名的产地 那么 这个橡胶和锡矿啊 当时英国在逐渐引进这些东西 最初主要就分布在前面这讲的这四个州 然后这四个州就被英国人整合成为一个马来联邦 后来其他的五个州 就是柔佛 吉兰丹吉达 丁家奴和玻璃市又陆续进入 这里我要讲 现在我们讲的这个马来西亚地名 尤其是汉语地名 都是华语 都是华人称的 后来当时的马来人都 对此都不关心 但是到了 马来西亚建国以后啊 就开始有人挑剔了 说有些词很难听 其中有一个叫丁家奴的 他们觉得更难听 于是现在就要求改啊 于是现在很多华文 把它改成了叫登家楼 就是那个登上一个高楼 或者是那个加就是好嘛 登上一个更好的一层楼的意思 就不是丁家奴了 但是反正都是因疑嘛 这几个地方 所谓的玻璃市 它也不产玻璃 那个就是Pulis 就是那个华人那个翻译 这九个囚邦 后来先后就都加进去了 加进去以后 就成立了一个马来联邦 马来联邦当时的国徽 就是一个九个 九个这个囚邦 连在一起的一个徽章 但是三十年以后 当时的马来啊 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 那个时候还不叫国嘛 叫做一帝两制的 这九个囚邦 组成一个叫 马来联邦 但是有三个地方是不加入的 就是英国人直接统治的 那三个海峡殖民地 新加坡 槟榔雨和那个马六甲 这是远海的三个城市 而且这三个城市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大部分的人口是华人 因为华人到那里 也是在远海 英国人到那里 也是在远海 所以英国人和华人 当时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但是二战开始以后 这一英国人建立的这一套 就被打乱了 大家知道太平洋战争 一开始 日本人就打进了马来亚 就把整个马来亚 包括印尼都给占了 这里我要讲 现在的马来西亚 有一个政权统治 应该说就是死于日本人 因为当时东马和西马 是完全没关系的 东马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后面就要提到 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 他一直打到 那个索罗门群岛 一直打到什么 那个巴布亚新几内亚 当时的那个前线 就是澳大利亚 那个那个整个印尼 东南亚的那个岛屿 都被他占领了 那当然东马西马 当时都是日军统治之下 原来的政权 什么都给摧毁了 这个时候 马来人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反抗的 而且这里我要讲 不仅是马来人 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 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就是当地民族 基本上都是秦日的 那个像缅甸 那个昂山将军 像印度的那个 钱德拉波斯 像印尼的苏加诺 都曾经打过 那个所谓的黄种人 团结起来 驱逐白种人 什么的那种 所谓的大东亚共融的 那种说法 这些人老实说 我们可以说 亲日的人是汉奸 可是那个时候 他们都自认为是爱国者 他们都想借日本人的力量 把那个英国人给赶走 所以 苏加诺啊 昂山啊 什么 钱德拉波斯 钱德拉波斯是 印度国大党的激进派 印度国大党 大家知道 主流派就是 以甘地尼和鲁为代表的 这些人 他们是不主张抗英的 他们主张非暴力 不合作运动 主张和平的从英国人手中 逐渐的取得独立 但是国大党有一支极端派 这个极端派还和共产党有关 就是以前德拉波斯为代表的 国大党左派 钱德拉波斯 是印共和印共马都奉为英雄的 大家知道 这个印度有三个邦是共产党执政的 也是中国的新左派 经常津津乐道的 就是那个克拉拉帮 特里普拉帮和那个西孟加拉帮 那个西孟加拉帮 印共马在那里执政三十多年 他们就非常崇拜那个 钱德拉波斯 因为钱德拉波斯不仅是一个极进派 主张武装抗英的 而且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跟那个当时的第三国际 都是有联系的 那么在印共马执政时期 他们还把那个加尔格达机场 是个国际机场 一直到现在都叫做钱德拉波斯国际机场 但是波斯在我们的史书中 是一个大坏蛋 为什么呢 因为波斯建立了印度解放军 这个印度解放军 就是跟日军配合作战的 在那个日军打到缅甸的时候 他就在印度境内起兵响应 是吧 然后就跟日军 日军和这个钱德拉波斯为一方 中国和英美为一方 在那里打打了一场 当时中国远征军都知道 钱德拉波斯是印奸 但是印度人认为他们是那个爱国者 而且尤其是印度共产党认为他们是爱国者 这个就是说起来是很吊诡的事了 但是马来亚当时还没有出现这么有名的人物 因为马来西亚那个上层 当时新兴的知识分子 当时都是在什么新加坡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地方 他们后来还是跟着英国走的 英国失败以后 他们也都撤离了 但是马来人基本上对日本是没有什么反抗的 真正反抗的就是华人 这个抗日战争造成的一个影响 就是把英国人在那里的整个这个统治架构给冲掉了 第二个影响就是造成华人在当地的那个地位的上升 因为华人是抗日的嘛 是吧 而且后来盟国要抗日就不得不依靠华人 因为马来人不抗日嘛 你不依靠华人也不行 华人抗日 那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共两党都抗日 这里我要讲啊 马来亚的华人长期以来 他们的国家认同就是中国 没有多少人是把马来当做自己的祖国的 所以他们搞革命也好 搞什么也好 都是 大家知道那个 不管中国搞辛亥革命 还是搞抗日战争 那个华侨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中马来亚的华侨 或者说叫做南洋华侨 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包括著名的什么陈家庚先生啊 著名的什么什么南桥鸡公啊 都是来自他们那里 我后面提到马贡啊 什么国民党在那里也有很大的势力 那么这些人当然 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抗日 是当做中国抗日事业的一个部分的 那么战后英国卷土重来 当然他们的那个统治环境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他们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我刚才讲那个二战呢 他把这个 英国人原来的这一套给冲垮了 而且二战以后 世界有一个明显的趋势 就是非殖民化 这一点 实际上 尤其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它是起了作用的 大家知道那个 威尔逊主义就是 特别讲这个 一战二战 美国都在鼓吹这个东西 所以二战胜利以后 非殖民化应该已经是一个趋势 英国人对这个殖民地的这个战后安排 就是已经有点为那个独立做准备 他战后就开始把那个 马来联邦改成了马来亚的 那个联合邦 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开始 把他的那个海峡殖民地也给纳入 这个马来联合邦啊 就是把原来的那九个苏丹国 或者说是那个马来人的土邦 和另外两个海峡殖民地 就是那个马六甲和槟榔羽 也加进去 成了十一个成员 当时英国 唯一想留住的就是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并没有进去 其他两个加进去变成十一个 变成十一个以后 他就换了一个那个国徽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国徽是新越 也是和那个穆斯林有关的 但是这个新呢 有十一个盲 现在马来西亚的联邦主体 一共是十四个 现在也就变成十四个盲了 因为后来马来又增加了 三个联邦区嘛 实际上就是把那个 北加里曼丹的两个州 也纳进去了 再加上那个联邦区 现在就变成十四个了 那么一直到这个时候 他们想要独立的那个国家 还是叫做马来亚的 当时也没有包括东马 我前面讲过 那个时候就有马来西亚 这个名词 但是那个名词和后来的国家 不是一回事的 讲的就是很大的一片 指的东南亚那一大片 马来与著名族居住的地方 包括今天的马来西亚 印尼东地温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 那时的东马 还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更没有人会想到 有今天这样一个 马来西亚国家 那么那个时候的东马 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我们知道今天 与马来半岛相距比较远的 马来西亚的沙拉叶和沙巴 这两个州 传统上不是马来族的居住区 那里的多数居民 是所谓的达亚人 包括一般人啊 达友比人啊等等 这个是政治上不活跃的 丛林部落 那里的华人也比马来人多 而且都聚居在城市 政治上高度活跃 传统上马来人不多 但是近年来啊 我觉得马来西亚和其他 联邦治国家一样 有一个特点 就是都在强化这个联邦的凝聚力 都在强化联邦的权力 因此那个联邦啊 也鼓励那个马来人移居到东马 所以现在东马开始 马来人就变得比以前多了 我记得我09年到东马的时候 那里还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清真寺的 现在据最近去过的人讲 就开始出现不少清真寺了 那个时候基督教堂倒是很多 这里我要讲当地的华人信基督教的很多 因为当时移民到那里去的 组织者就是教会 华人教会 东南亚伊斯兰化了以后 北加里曼丹这个地方也伊斯兰化了 但是并没有马来化 当时加里曼丹到北部 是文莱苏丹的势力范围 大家知道今天还有一个文莱国 文莱国本来是很大的一块地方 现在的文莱国很小 当时的文莱国 包括整个北加里曼丹 都是他的实力范围 但是那个文莱苏丹呢 实际上他并不能真正控制那些土著人部落 因为土著人部落 他不是那个穆斯林嘛 也不是那个文莱人 文莱人应该也属于马来人种 但是他更近视于印尼人 和那个半岛上的马来人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印尼一直认为 北加里曼丹应该是属于他的 和这点也有关 因为第一 加里曼丹岛本身大部分是属于印尼的 那么第二那个文莱 原来这个文莱苏丹国啊 又是一个在人种和语言上 跟印尼比较接近 跟马来亚相距比较远的一个国家 但是这个文莱苏丹没有办法真正控制 叛復不偿的这些土著 他实际上管不了这些人 而且这些人因为你管不了他 也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那个19世纪前期啊 这个地方经常发生叛乱 文莱苏丹觉得统治成本很高 用现在的话讲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英国人 跑来给文莱苏丹出主意 说起来这个人是个非常传奇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 但是他本身并没有英国政府背景 甚至都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背景 这个人是一个东印度公司的水手 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冒险家 或者说是一个赌徒 他本身后面并没有英国政府的势力 应该说完全是个个人行为 他跑去跟那个苏丹说 他说你不是很头疼这块地方吗 你不是管不了吗 他说我可以帮你管 只要你封我当一个诸侯 就这个地方我要 世袭是我的领地 当然我承认你是我的宗主 我会向你上贡 会给你提供赋税 但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 你看我来治理他们 后来那个苏丹听了 觉得不错 是吧 然后就让他去试试 他就跑到当地 用那个英国人的那一套智慧 而且从那个东印度公司租了一艘炮艇 然后去七搞八搞 就把那些土著给搞定了 然后就那个苏丹说 哎呦这个人真的是有本事 然后就封他当了诸侯 就是拉扎 就是那个印度教的一个称呼 实际上就是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原来也都是印度教的嘛 我前面讲过后来那个马来现在的马来西亚的 玻璃市那个州的元首 现在还是叫做拉扎 然后就封他为拉扎 就将一个英国人当了一个穆斯林地区的一个诸侯 而且顶着个印度的头衔 然后这个人他要经营这块地方怎么经营呢 他只有一个人呢 他也没有多少那个势力 他就这个英国人当时已经是很有商业头脑了 那么他想到的一招就是在那个地方招商引资 是吧 就是把那些搞一些移民来进行开发 因为那个土著那些人是带来不了什么经济能力很有限的 那么他招商引资的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 那个正好那个时候中国出了一件事 就是戊戌变法的失败 大家知道那个福建这个地方啊 福建的闽清县当时有一个有一个维新派叫做黄乃常 这个人他是清朝的一个举人 他在甲午战争的时候参加过什么公车上书 后来跟康有为这些人混得很熟 混得很熟 他就大家知道那个明治维新是要向西方学习嘛 他就跟西方到中国的一些传教士也搞得很熟 而且后来他加入了新教 然后就跟那个当时的那个卫理工会 一些人就有了联系然后搞一些翻译 总而言之成了一个很新潮的人物 但是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 失败以后他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 就在福建就带得很不愉快 然后正好这个时候他又通过教会联系上了那个布里克 然后他就带了一大帮福建人 然后跑到那个东马来西亚搞开发 搞了一个地方叫新福州 这个人本来就是福州人嘛 就是现在的东马的第二大城市那个失物 这个布里克家族按照英国人的思维招商引之 引来了以福州人黄乃桑为代表的大批华人 开辟了失物地区的大片土地 这片土地就给这些华人当然是很会经营的了 华人在那里当时搞的是什么呢 就是发展那个胡椒种植业 现在的世界的胡椒产量 一大半都还是产制沙拉业 沙拉业成了一个主要靠胡椒发财的地方 当然后来又有了什么油棕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搞这个东西还是挺赚钱的 这个地方的经济就开始发展起来 然后逐渐逐渐包括古靖啊 失物啊 明都卢啊 那些大小的城镇就开始有很多华人 逐渐就形成了一块地方 这块地方其实本来和英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虽然统治者是个英国人 但是他并不是代表英国政府的 他就是一个个人 而且是受那个文莱苏丹撤封的一个诸侯 他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么这个布鲁克他经营了好几代 布鲁克他既然是诸侯嘛 就是世袭的 我们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吐司 然后他大概是传了一共传了四代 是吧 从那个1840年一直传到二战 那么他就实行这个制度 就是大量的引进华人 而且跟给华人签订的那个条约啊 后面提到其实是挺优惠的 那个孙中山说是中国人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就是那个布鲁克跟那个黄乃桑签订的那个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啊 他当时的规定啊 这个所谓的沙皇条约就是沙捞夜和黄乃桑 实际上就是这个英国人和中国的移民签订的一个条约啊 说是里头有17个条款 其中有主要的条款就是对这些中国移民和英国人一样 说他们啃荒啃出来的土地 拥有999年的权利 大家知道 英国这个国家包括香港也是这样 名义上是实行土地国有制的 所有的土地属于英王所有 但是使用权是可以自由交易的 而且使用权是几乎是没有期限的 永久的使用权 而且这个使用权是可以交易 实际上就是所有权了 如果这个使用权是可以交易的 别人也拿不走 而且是也没有什么期限 那就等于是你的了 他就把英国这个制度拿下来 说这个华人在那里肯的土地有999年之权利 然后说二十年以后才开始征税 前面二十年是免税的 征税了以后美英某纳洋银一脚 说如果这个政府所谓王家就是布鲤克了 布鲤克家族如果需要这个土地 必须照十价估买 你不能强制拆迁 那是行不通的 这英国人还是一切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然后说 无农友往来自由 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设立公司 商业自由 购买枪械自由 航行自由 租权利 然后还有一条说 你们华人到这里以后 不用纳人投税 不用服公益 没有当兵的义务 凡是那个比较小的民事案件 说这个港主有自治之权 港主就是黄乃常 华人是可以自治的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改名叫新福州 由王家通告各国邮政以便通信 就打开了和世界的联系 成为一个对外开放 用今天的说法 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前缘阵地 然后孙中山知道了以后 曾经说这个条约是当时 中国人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这么一来就来了很多中国人 而且这些中国人到了这里以后 逐渐逐渐就变得非常善于自治 我到15以后 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中国有一个 叫做成龙的人 然后就开始说 说中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 说西方人喜欢自由 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 中国人天生就是希望有一个皇帝管着他们 如果没有皇帝管着中国人就过不好 这个话后来我说 我去看了事物以后 我就觉得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事物给人的感觉啊 就是一个完全是华人自治的城市 其实事物不是第一个 这个中国在海外的这些移民啊 真的是很早就懂得自治 因为中国政府和英国不一样 他中国的那些移民是没有政府为后站的 中国对这个海外移民是持一种非常排斥的态度 他们认为你跑到海外就是不尊王话 就是叛国 那个是要把你抓回来的 而且中国的很多华侨在外面 跟那个比如说跟西方人发生冲突 这个清朝是支持西方人的 他们把这个叫做帮助我评判 那个最明显的是那个菲律宾华人和西班牙发生冲突了以后 就是那个蔡迁事件 然后蔡迁当然本来就是清朝的一个叛逆了 是属于那个海盗 什么叫做海盗呢 就是中国搞那种海上管制 然后你做买卖的人都是用中国的说法叫非法走私 那你非法走私 官府要镇压 那你就要自卫 所以那些人都是一商一盗 是吧 就都是那个 大家可能都知道明代的倭寇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的 就是因为搞那个海境搞出来的 那么蔡迁也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他就在中国远海站不住脚了以后 就跑到那个吕宋去了 就是那个西班牙 这个时候 那个西班牙人 当时的中国人把他们叫做红毛帆 然后也打到了西班牙 然后那个就跟蔡迁发生了矛盾 清朝高兴的很 说是红毛帆帮我们来搅海盗 然后那个青史 你看看现在的青史 吕宋传里面还有一条 说那个吕宋 他这里头讲的吕宋 实际上指的是西班牙殖民政府 说的是那个吕宋铸脚海盗 菜前有功 朝廷还给了他们很多奖励 所以这些人是没有中国 不是他们的后凳 那么他们到那里了以后 也是自制的 从明代开始 加里曼丹岛岛上就有一个 现在加里曼丹的第二大城市吧 叫做昆殿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听说过 有一个广东朝周人叫做罗芳伯 在那里搞了一个南方大种制 据说就是一个海外华人的共和国 然后这个在斯部这个地方 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去看了以后 包括古镜 包括那个古镜 当然那个马来人稍微多一点 斯部当时是一个几乎纯华人的城市 几乎没有马来人 古镜华人也是占多数 这些城市都有个很重要的景观 叫做有一个庙 有一个很大的祭祀中心 就是这个宝塔所在的那个地方 叫做大伯公庙 什么叫做大伯公呢 实际上就是组长 就是那个家族的组长 实际上就是移民的头领 然后你看看那个城市 这里我还要讲 这个东马的城市和西马有很大的不同 西马很多城市 尽管是华人的城市 比如说我前面提到 像马六甲呀 槟榔鱼呀 华人都是占多数的 但是那个联邦政府管得挺厉害的 是吧 而且起码有很多马来人嘛 所以一切都是马来人本位的 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 那位女士说 她在槟榔鱼看到那个华人的首席部长 都颤颤颤颤的 反正说话很低调什么什么 而且马来西亚因为他有石油 经济搞得也不错 他也是一个高福利国家 给马来人提供了很多福利 当然了那些福利对华人就很糟糕 比如说那个马来人是有那个国民教育 是完全免费的 一直到高中都是免费的 但是不包括华校 那个华校是完全是要自己掏钱的 当然了自己掏钱允许你办就不错了 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允许你办的 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最典型的就是越南 那是绝对不许办的 那红色高棉的更是 那就要把华人灭绝了 还不是什么允不允许你办学校的问题了 他有他政府提供的福利比较高 政府的管制也比较多 但是东马就不一样 东马因为马来人很少 大家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本位的体制 他照顾的是马来人 东马因为马来人少嘛 所以他就没什么照顾 他政府提供的服务很小很少 但是同时政府的管制也比较少 所以你在那个东马的城市那里 你会发现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是民办的 而且你到了那里 不管是这条街还是那个公园 还是学校还是医院 不是某某中心会盖的 就是某某同乡会盖的 要么就是某某企业家盖的 总是叫什么黄乃商中学了 什么某某某中学了 还有什么他那里的公园 都是什么莆田公园 新化公园 就是那些移民的主基地 都是他们那些同乡会在那里搞的 你看这个 而且这些城市啊 当然了东马人口本来就比较少 经济总量也不大 可是这几个城市其实都是搞的 都是马来西亚的经济上的明星城市 而且这些人在他们那里搞的这个经营啊 我觉得很有点像福建我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很有点像温州 他们是真的是很会那个抓住商机 比如说在古静和那个石部这些地方 现在的主导产业 当然原来他们都是种胡椒的了 现在他们的主导产业就是造船 但是你想想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地方 尤其是东马来西亚这么一个原来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说要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的造船重镇也很困难 那他们就找了一个市场的缺口 专门造什么船呢 专门造特种船只 就什么救火船啊 救护船啊 什么港口供给船啊 专门造那个灯位不大的 而且很难大批量生产 一般的那个大船厂都看不上的 但是那个市场上还是挺需要的 这种厂这个在石部这个地方就很多 而且都挺赚钱 据说这个特种船市场 他们就占到了一大半的份额 甚至连中国都有进口他们的那个 什么救火船啊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船的 你看到的这个 比如说这里 很多东西都写的什么 临市中庆会 什么隆西会馆 什么什么这个会馆 那个会馆 全是这些这一套东西 而且很早就有那个华人的议会 在那里进行治理 不过当然华人也有个毛病 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中庆会啊 同乡会啊 经常有那种各种各样的矛盾 以前还有泄斗发生的 那总的来讲 我觉得治理是很不错的 而且海外华人的这种方式啊 其实使我相信 老实说真的要说是 在一个不依赖强势政府居民进行自我管理 这个华人的在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不下于任何人 甚至我觉得都不下于英国人 这么一来就在东马制造了一个 一个不太和西马一样的地方 我们到了东马以后 他们那些人说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错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没有巫统的天堂 什么叫做巫统呢 就是马来国民阵线 马来西亚的执政党 大家知道是一个马来民族主义的党 挺欺负华人的 但是那个党在东马是没有的 因为东马是高度自治的嘛 大马实行一国两制 沙拉越这些地方是高度自治的 这个地方也成了中国版图以外 我认为是最纯粹的华人社会 因为老实说 如果你说香港是个华人社会 但是那个英国长期是英国治理的 英国味道是很浓的 至于新加坡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里我要讲啊 西方列强统治下的东南亚社会 应该说对华人是 你说有没有欺负呢 肯定是有 尤其是西方刚刚开始殖民这些地方的时候 他是把华人当做对手的 因为华人也是移民嘛 是吧 等于是 而且比他们来得早 那么他们当时是以华人为对手的 但是后来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啊 实际上他们对华人是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说除了他们自己以外 他们对华人是没有特别的歧视的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不管是华人还是马来人 在英国人看来那都是他的孙明 英国人在华人和马来人中间并没有忧情厚有的 不只是英国包括西班牙这些地方都是这样 他们是把华人和当地人是同等看待的 当然你说殖民者有没有特权呢 当然有了 那是他们自己的那些英国的人 而且因为华人能干 所以他们实际上对华人是 还是比较倚重的 尤其是在一些没有多大资源的国家 尤其是菲律宾是一个典型 其实东马也有这样的现象 菲律宾呢他和拉美不一样 拉美有金银有各种咖啡什么什么 那个是西班牙直接就可以从那里赚很多的钱 可是菲律宾是个没有什么资源的地方 他就是有农业 那菲律宾那个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以后 他靠什么得利呢 其实菲律宾本身他得不了什么利 他就利用菲律宾的华人作为中介 搞那个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 是吧等于就是接住华人开拓中国市场 然后赚了大量的钱 然后这个菲律宾华人就成了西班牙人 能够经营菲律宾的很重要的助手 其实那个东南亚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在英国在西方包括荷兰人在印尼 包括西班牙人在菲律宾 是吧后来是美国人在菲律宾 那个时候除了中祖国的那个政治统治以外 他们没有受到别的歧视 而且那个时代的华人的文化呀 什么什么都是非常发达的 你看看当时那些华人城市 到处都是中国制 你到了那个地方就跟中国内地是差不多的 当然也有些洋文 但是那个主要通行的就是汉制 学校都是中文学校 传媒都是中文传媒 甚至大学都是中文的 像新加坡的南洋大学 大家知道很早就是个有名的海外华人大学 可是这些国家一旦独立华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甚至由华人来统治的新加坡都是这样 大家知道李光耀是完全彻底的西化的人 接受的是西方教育 用的是西方人 法律也是西方的 什么都是西方的 而且样样都是传盘英化 除了不民主以外 而且老实说他不民主 也不像我们现在想的那样 是要抵制西方的什么什么 其实我后面就要提到 新加坡之所以有威权政治 主要并不是对付自由主义的 主要是对付马共的 而且我后面就要提到 李光耀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蒋介石 因为他的经历和蒋介石几乎一样 原来也搞过类似于国共合作这样的东西 李光耀本人就是一个左派 他的人民行动党当时就是一个 类似于那个1927年以前的国民党 那样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里头的很多积极人士都是马共成员 然后后来他就觉得马共势力做大了 然后搞了一场那个南洋版的412政变 然后就把那个马共给镇压下去了 所以你就会理解新加坡为什么和台湾有非常特殊的关系 新加坡是亚洲最反共的国家 而且也是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国家 而且新加坡和台湾一直有着密切的军事上的关系 新加坡所有的军队都是由台湾训练的 前段时间还出现了一件事 就是那个什么装甲车事件 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是李光耀除了除了反共以外 他还做了另一件事就是传盘英化 在英国统治时期啊 这个新加坡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城市 是吧 因为他本身人口75%都是华人嘛 大处都是中文 是吧 那个时候南洋大学什么等等等等 但是李光耀上台以后就采取一个政策 就是他规定四种官方语言 就是那个华文 马来文 泰米尔文和英语 都是平等的 但是官方语言就是英语 也就是说英国是地语言 其他的都是非正式语言 实际上是这样 所以李光耀时代实行的是传盘英化政策 英化到了什么地步呢 英化到了 你到了新加坡 你会觉得看到的人好像都是中国人 但是中国话中国字什么 在那里完全陌生 大概只有牛车水有中文存在 大家知道就是那个新加坡最早的华人的聚集区 是吧 类似于唐人街那样很小的一块地方 那块地方是由流来做旅游的 还可以看到什么华人的那个什么什么电号啊 字号啊什么 其他的一点都没有 那个新加坡国立大学就是那个NSU所在的那个地方 就是那个地铁叫金文泰站 而且大学全部都是华人 但是你这个金文泰站的几个字中文字你是见不到的 见到的只是那个英文 然后到了国立大学的那个校园里头 所有的路牌啊公公告啊什么什么 无一不是英文 根本就见不到一个汉字 你在路上看的那些中华人的学生老师 向他问话 你要是用中文问没有人理你的 是吧 你都必须用英文搞到搞到这种程度 新加坡的华校在李光耀时期已经被押得几乎就没有了 非常有名的南洋大学 这个中文大学被李光耀取缔了 然后那个新加坡在英字时期有几十种华文的传媒 结果到了李光耀时期只留下一种就是那个联合报 联合早报 其他的都变成英文的了 就这么一个人 你说他怎么叫做儒家资本主义呢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但如果你真的说什么地方有儒家资本主义 大概就是东马的这些城市有 因为这些城市的确是搞的是资本主义 但是你说他不是同乡会 就是中卿会 那听起来就非常之儒家 这个地方他当时是和西马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 马来人在那里基本上是没有势力的 第二英国也没有统治那个地方 尽管布里克是个英国人 但是他并不是代表英国政府的 他也不是英国殖民地 但是二战就把这个情况给打破了 大家知道二战日本人在占领西马的同时也占领了东马 那么布里克家族就流亡了 流亡以后到了战后 布里克家族就把主权交还给英国了 经过了二战 他自己知道 他是在现代的国际政治中 他是搞不定这个地方的 所以二战以后 北加里曼丹成了英国的殖民地 但是很快就独立了 所以他当殖民地的历史 不过只有几年的历史 那么这个布里克把那个主权交还给英国以后 英国开始统治这个地方 那么当时英国就考虑在那个战后 怎么进行非殖民化 当时非殖民化是大势所趋 但是英国是有几个原则的 第一他不希望殖民地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而共产党当时势力就开始兴起 这个势力和抗战有关 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个抗战期间 马来人是不抗日的 但是华人是抗日的 那么华人抗日当然 实事求是的讲 那个共产党还是打仗 还是有一套 也有这个动员能力 马共原来是一个很小的组织 在抗战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他也是在存华人中有活动的 但是在抗战期间 马共领导了那个马来亚的抗日武装 就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或者叫民抗军吧 后来的马共武装的那个军歌 就是当时那个民抗军的那个军歌 在太平洋战争中 因为大家都对付日本 都是盟友 所以英国也是支持的 英国还专门在民抗军中派了军事顾问 是吧 就是帮助他们 甚至给他们提供一些武器 后来那个英军打回马来亚以后 还给那个马来亚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 陈平给受了勋 是吧 因为他也是抗日有功嘛 那么这么一来 当然就是马共就开始崛起了 但是崛起以后就有个问题 马共仍然是要搞革命的 而且马共很快就投入了反殖民主义斗争 这个反殖民主义斗争中 马共当然这个还是属于那个最激进的一派 就是属于主张用暴力革命获得独立的 马来人也是要求独立的 但是马来人要求独立的方式和那个甘地啊 尼和鲁啊 有点类似 都是要先自治 要用和平的方式 马共就就就很极端 后来就是发现那个马共的武装还在活动 本来抗战以后就要求马共就复原了 因为打过日本人了嘛 你不能现在日本人走了 你再反过来打英国人 那他们不干的 要求复原 但是呢 后来就发现马共的武装并没有真正的复原 而且后来连续发生了几次 那个马共武装 用他们的话讲叫恐怖分子了 袭击那个英国什么橡胶园啊 什么那样的事情 然后他就跟那个马共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张 过了一年多以后就宣布马共是非法的 然后马共就卷入那个和英国人对抗的那种状态 那么当时这个46年以后 这个世界各国都开始进入冷战状态 当时这个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 就是防止这个新独立的这个国家 变成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那么他就要求这个国家有比较强大的能力 有能够自我生存 可是这个北加里曼丹这样的地方 自我生存好像是挺困难的 因为这个地方 国人本来就没什么实力 我前面讲过 本来就是他也不是英国的殖民地 或者说刚刚当英国的殖民地才几天 你现在就想办法让他独立了 那么这个马来人又没有多少 而那个华人呢 华人很多都是共产党 在英国人看来也不放心交给他们 那个达雅人 一般人 虽然人很多 但是那些人好像是在政治上 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都是一些那种丛林民主 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让他们和那个马来 东马和西马合并 成立一个大马 就是那个所谓的马来西亚 那么这个主张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反对 这个反对的首先当然是东马的人普遍是不太愿意的 实事求是的讲 东马的人呢 如果你说要接受英国的管制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让他们接受马来人的管制 他们当然是不干 那么共产党当然就不说了 就是非共产党的华人 普遍也不是很赞成这个事 那么外部就更不赞成 大家知道因为他是冷战的产物嘛 所以那个共产党的国家 当然肯定是不赞成了 那中国是坚决反对的 他的周边的邻国也都是反对的 印尼是反对的 因为大家知道加里曼丹岛的大部分是印尼的 印尼认为北加里曼丹也应该是他的 而且那个文莱苏丹国他原来是文莱苏丹国嘛 文莱人和印尼人要比和马来人更接近 他们认为文莱人本来就是印尼人 唯一的区别就是 当时的印尼是荷兰人的殖民地 但是北加里曼丹属于英国人的势力 那你英国现在也已经非殖民化了 你都要走了吗 那你走了你就应该把它交还给我嘛 菲律宾也是坚决反对的 因为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地区 我前面讲过历史上那个穆斯林化 也涉及到了菲律宾的南部 大家知道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令人头疼的事 包括那个绵兰老岛啊 摩罗民族阵线啊 经常发生那种恐怖事件 最近还在那个叫做阿拉维吧 造成一场非常大的一场冲突 棉兰老地区 这个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 当时也是属于文莱苏丹国的 因此他们认为 菲律宾南部就是文莱苏丹国 文莱苏丹国因此也应该归菲律宾 而且大家知道 其实文莱 如果说跟印尼比较 就从人种来讲 文莱人 从大的角度讲 他们都是马来人 包括菲律宾人都是 那个讲塔嘎路语的 菲律宾的主要语言 什么塔嘎路语啊 米沙烟语啊 其实也都是 从大的范围来讲 都是马来语 认真讲的话 文莱讲的那个话 和印尼话比较接近 和塔嘎路语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 不管怎么说嘛 都是马来人 而且也都是 原来都是文莱苏丹国的一部分 既然那个 菲律宾南部是菲律宾的 那么菲律宾就认为 北加里曼丹也应该是他的 直到现在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早就救国土问题 达成了协议 是吧 印尼也一样 但是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 仍然坚持 说那个沙巴应该是他们的 在前几年 还刚发生了一次 那个菲律宾南部的那些 穆斯林极端主义者 从那个棉兰拉岛打到沙巴 造成了一场流血事件 在那里好像是要攻城掠地 然后被那个马来西亚当局 出兵剿灭 当时马来西亚就要求菲律宾配合 菲律宾当时已经承认 北加里曼丹是属于马来西亚的了 但是菲律宾当局 对南部的穆斯林 本身就有点边长莫及 所以也就实际上帮不了 他们多少忙 但是在那个时候 菲律宾是坚决反对大马计划的 所以这个大马计划当时推出了以后 你可以说是矛盾挺多的 中国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才开始承认这个大马 我们在文革期间的地图 你看都是这样的 中国地图上 马来亚归马来亚 北加里曼丹归北加里曼丹 当时中国的地图上 并不是一个国家 尽管那个时候 马来西亚已经成立了十几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 立国之初的大马 可以说是内外受敌 很多矛盾都集中在那里 马来半岛的共产革命 当时要夺取政权 东马有分离的倾向 印尼菲律宾对北加里曼丹 也有企图 更重要的是冷战时代 形成的地缘政治 使得西马东马分别出现了 马来亚共产党和北加里曼丹 共产党领导的 那个暴力革命浪潮 而新加坡就陷入了 我前面提到的 南洋版的国共斗争 当时这个 这几种矛盾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首先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 当时敌对的很厉害 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敌对 当然是有争夺 北加里曼丹的因素 因为大家都认 双方都认为 北加里曼丹应该是属于自己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是和当时的 印尼共的势力非常大有关的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苏加诺政权是 非常亲共的政权 当时跟中国的关系也很好 印尼共当时的 那个势力非常之大 所以后来会发生 930事件和这个是有关的 印尼共当时不仅在 政府在社会上 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在军队内部 都有很多 那个共产党的军官 马来西亚当时的马共和那个北加共啊 之所以能够形成比较大的势力 和中国苏联的知识有关 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和印尼有关 因为当时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是直接接壤的 尤其是和北加里曼丹 那就是加里曼丹岛 就是一个岛嘛 何况加里曼丹岛本身是热带雨林地区 他的人口很少 地方很大 边界基本上是话不清楚的 那一大片森林密密麻麻 伸手不见五指的那地方 你根本边界不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而且当时印尼在加里曼丹岛的驻军 就是所谓的94旅 那个旅长就是一个印尼共的 就是共产党 所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的武装当时都是在印尼受训的 在这么一种背景下 当然是治理难度 那的确就是挺大的 然后就是 所以后来到了1948年 那个马来西亚就宣布 当时英国还没允许他们独立 那么英国当局就联合马来人 就宣布了紧急状态 就开始 整个马来西亚就开始进入内战状态 这场内战状态一直持续到60年代 所以这场战 马来西亚也是1963年建国的 所以这场战争在马来西亚看来 类似于独立战争 那么今天你可以在吉隆坡看到一个叫做 那个祖国英雄纪念碑 一个很大的一个在吉隆坡旁边的一个山上 我这里后面原来也有他的照片 但时间有限我就不放了 这个纪念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物 也是个国家纪念地 这个纪念碑立了一块碑 他纪念的是什么人呢 纪念的是1914到1918 1940到1945 1948到1962年间 为马来西亚的事业献身的那些人 那么你知道前两段很简单的 那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嘛 当时马来西亚是属于英国的 那么也站在英国一方 卷入了战争 尤其是卷入了抗日战争 这个是很自然的 那么1948到1960年是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对马共的战争嘛 而且那个祖国英雄纪念碑 上面就是几个那个马来的武装人员 然后拿着枪攻占了一处阵地 举着马来西亚的国旗 然后他们的脚下就踩着几个敌人的尸体 这几个敌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马共 因为他戴的就是那个马共的五角军帽 这个事情后来成为马共和那个 就是放下武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障碍了 后来他说1989年马共最终放下武器的时候 他一直说我现在同意放下武器解散共产党 我们不干了 不干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一些面子 那个面子就是你必须改这个纪念碑 不能把我们还是当做敌人 而且在战争期间 在马共没有放下武器期间 他们几次要炸掉这个像 其中有1977年就曾经在那个像旁边 按了一个炸弹炸掉了他旁边的一个角落 今天的马来西亚人几乎都没有人知道这事了 但是我们包括当地的华人 甚至我认识的一些华人朋友 当年就曾经当过马共政治犯的 但是他的后代对此已经完全一无所知 我们去看那个纪念碑的时候 看到那下面的那个那几个马共的那个尸体 那几个戴着五角军帽的 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最后当然那个马来西亚当局也没答应 最后后来我听说唯一做的一个处理 就是把那个五角军帽上的那个五角星 给打磨了一下 把它打磨得好像有点模糊了 但是那个军帽还是一看就看得出来 因为那个马共的武装叫马来亚民主解放军 他的那个军帽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和那个中国红军的军帽有点相似 中国的红军的军帽叫八角帽嘛 他的那个帽叫五角帽 有五个假的那具尸体就是戴着那个五角帽的 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建国的这个过程啊 其实就是一个对付马共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马共的武装 那是在那个马来亚地区 还有一个 因为大家知道所有的共产党如果是从事地下斗争 一般来讲都是喜欢在西方人控制的地方 因为那些地方什么自由啊什么人权啊 相对来讲比较多 所以这个主权和人权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手高手低的问题 而且老实说人权高于主权是共产党最明白的一个道理 因为他们都是亲身体会到 如果是一个专制国家的主权下 对他们来讲往往要比外国人的自外法权威胁要大得多 那么由于新加坡是英国人直接治理的 其实香港也一样 香港的共产党的势力在49年以前也是非常大的 共产党的很多活动在国统区是搞不了 但是在香港就有一定的空间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49年以后啊 中国建立新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相信地下党 不相信地方游击队 所以所有的一切要由那个大军南下的干部来执政 南方就是南下干部 西北就叫西进干部 总之是大军南下的干部 当地的游击队和地下党都是要降级使用的 认为不可靠 因为他们可能都有地方 都有山头 都有那种 反正因为大一统的国家嘛 都是都是要防止形成所谓小共同体的 所以那个非常忌讳地方认同 所以在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反对地方主义的那个大整数 很多在地方上坚持革命几十年 艰苦卓绝 结果自己人一来高兴了没两天就成了反党分子了 广东为什么搞得特别厉害 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香港 因为这个地方上共产党的势力能够发展要有很多条件的 其中广东因为背靠香港嘛 所以那个地下党活动比较多 就有这样的问题 那个新加坡也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新加坡在英治时代 马共的势力就很大 现在的新加坡和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国家 但是当时都认为是一回事的 而且马共最大的一支力量就是新加坡市委 当时那个新加坡市委的那两个头头 一个叫做余祝叶 一个叫做方壮碧 都是方壮碧是马共的第三把手 他就是曾经跟那个李光耀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李光耀啊 这个人也对发家过程也非常有意思 李光耀是一个完全在英国受教育的一个 彻底英化的一个华人 他从小学中学大学 好像都是在英国读的 然后成了一个英国律师 然后他从英国回到新加坡 是以什么身份呢 是跟着他的一个老板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叫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事务所的所长 应该叫什么人 我一下想不起了 这个人是 好像叫威廉姆斯 这个人是英国非常赫赫有名的一个皇家律师 什么叫皇家律师皇家律师不是说政府的律师 皇家律师在英国是一个名牌的意思 所谓皇家律师就是你是权威律师的意思 在那个法律界非常有影响的 而这个皇家律师是一个英共党员 是一个英国的左派律师专门打劳工官司的 就是专门帮劳工维权的 然后就跑到新加坡 马上就跟新加坡的工运发生了很多关系 然后经常为那个新加坡的工会啊 什么什么来打那种维权的官司 他的助手 因为威廉姆斯是不懂中文的 他所有的这些活动呢 要有一个助手 助手就是李光耀 然后李光耀到了那里就马上就 因为李光耀他也是刚到新加坡嘛 本来是 他的背景完全是英国背景 然后到了新加坡 也就跟那些左派混在一起 然后就跟那个当时马共的那些工会啊 什么学运呢 搞在一块 然后那些人就帮他 那个等于是当时搞反殖民的统一战线嘛 就跟国共合作一样 然后他成立了人民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有一帮 李光耀的嫡系 那都是从英国来的 但是那些人搞具体的群众工作 好像本事不是太厉害 然后大量的这些事都是由那些 马共的这些人干 什么方水霜啊 林清祥啊 什么方壮壁啊 等等等等 当时新加坡有一个公开的左派组织 叫做社会主义劳工阵线 实际上后台就是马共 等于是马共的一个白手套 那么李光耀是明确是跟这个组织合作的 但是李光耀后来的回忆录说 他不知道这个组织背后是马共 他和那个方壮壁曾经见过面 现在成了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谜 到底是是方壮壁请的他 还是他请的方壮壁 以及他是不是知道方壮壁是马共的领导人 反正那个李光耀后来说他不知道 但是那个方壮壁这些人都说是知道的 然后就双方当时联手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李光耀本质上当然是很害怕共产党的 他也知道共产党很厉害 然后他逐渐逐渐在那个争取独立的这个过程中 有了足够的地位 而且英国人也认可他 当然相比共产党的英国人 还是愿意接受这个这个李光耀的 李光耀也主张用和平手段来取得独立 最滑稽的是啊 当时后来马共跟李光耀闹翻以后 还给李光耀扣了一顶帽子 说他迷信资产阶级民主 说他是一个议会迷 结果事实上证明 李光耀真的不迷信什么资产阶级民主 但他如果迷信了 马共还有活路 他不迷信马共就没有活路了 结果后来李光耀上台以后就彻底跟马共翻脸 然后一巴掌就把马共打进那个那个 结果后来这个方撞臂最后也跑到泰国的丛林里头去了 那个马共新加坡市委 基本上后来就没办法活动了 以前他能够活动 一方面是原来有这种关系 另外一方面就是新加坡 大家知道隔着短短的一个海峡 对面就是印尼 而印尼当时几乎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印尼共在那个930事件以前是势力非常之大的 当时那些新加坡市委的那些人 一有风吹草动就跑到印尼去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偷偷再上了 又回来了 后来那个 1965年的930事件是个很 对马共来讲 对马共和北加共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930事件 是吧 因为那个印尼共的势力很大 然后就是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了 然后一个印尼共的军官叫做翁东上校 就搞政变 然后把那个军队里头的右翼军官 一下子抓了几十个 而且杀了很多人 然后其中 但是最有名的两个一个纳苏蒂安 一个苏哈托 不知道怎么给就逃了 然后逃了以后 他们就煽动那些穆斯林军人 然后报仇 一下子就把这个局势给扭转过来了 而且扭转过来以后就对印尼共展开了大屠杀 据说是杀了50万人 那个印尼共的那些中央委员 除了当时在北京的 其他全部都遇难了 苏加诺政府也就垮台了 因为苏加诺比较亲共嘛 苏加诺的那很多政府 不是共产党人的那些左派部长 也都给关进了监狱 印尼就变成了个彻底反共的国家 那么彻底反共的国家 他跟马来西亚就有了同病相连 一下子这两个国家就从敌对的变成友好的了 印尼就宣布承认马来西亚 也就不要再计较这个什么北加里曼丹了 然后就开始两国开始在那个边界两侧都开始那个对共产党进行镇压 马共和北加共就势力就一下子就都不行了 这个过程啊你也就可以理解后来为什么新加坡一直实行威权政治 其实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新加坡的那个威权正在逐渐的衰落 但是直到现在新加坡的反李光耀势力仍然是包括现在新加坡的主要的反对党就是那个所谓的劳工党 劳工党的前身就是社会主义劳工阵线 当然了现在的劳工党是已经和马共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走那个所谓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路的 但是实际上一直是 这里我要讲这个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反对李光耀的威权 也许只是在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左派反对李光耀的威权那可是不光是个理论问题了 那本身就是一个死对头的问题 但是李光耀去世的时候 中国方面给他的评价那是高到了 连新加坡人都觉得非常吃惊的地步 由于在这种背景之下嘛 这个马来亚在独立前后的这段时间呢 就变得非常的动荡不宁 所以那个祖国纪念碑 那个祖国英雄纪念碑 才把这一段也列为就是马来西亚建国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严格的讲 二次世界大战中死的那些人 其实都不是直接为马来西亚而死的 因为那时候其实都是为英国在打仗 那真的要说的话 就是1948年到1961年那一段战争 那是真的就是和马来西亚建国是有关的 那么这一场战争当然是和马共有关 马共这个党也是非常有意思 有人说我们前面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说问他到底是和中共有什么关系 他和中共当然是有关系的 因为在马共1930年建党之前 马来西亚就有共产党 那是中共的南洋支部 当时中共有一个南洋共产党 那是由中共搞的 实际上一直到后来 东南亚各国都有所谓的 除了本地的共产党以外 比如说那个柬埔寨有红色糕棉 但是除了柬埔寨的红色糕棉以外 柬埔寨的华侨中 还有中共的组织 一般叫做侨共 那个华侨的 这里我要讲 现在我们都知道华侨是中国公民 如果你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 你就不能叫华侨了 你只能叫华裔或者华人 可是当时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因为当时中国和这些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制 所以很多人 他是同时有两边的身份的 既是中国人 也是我们不能说是马来西亚人了 可以说是英国孰地的人吧 那么英国是到现在才也是承认双重国籍制的 这些人有双重的身份 因此他们共产党在那里活动 也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在20年代 中共建国不久就有 因为大家知道华人 当时的华侨啊 我前面讲了华侨华人当时不分的 当时的华侨 东南亚的华侨啊 那是对中国的认同是非常高的 当时中国的华侨普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不是什么南洋的人 他们而且很多人死了都是要落叶归根的 而且当时很多人辛辛苦苦赚了钱就回家自产 所以这个广东的土改啊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对那个侨产 那个侵犯问题 广东有很多 广东的地主 其实那个主要就是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竹庙工厂 是吧 一个部分就是乔厂 就是那些华侨在南洋辛辛苦苦赚了钱投资 在国内置了地 结果一图改就都给没收了 所以使得当时的那个华侨 对这个事情是挺有看法的 在这之前呢 他们那个华侨都是把中国当做阻击地 所以中国的什么事情 他们都很热衷于参与 维新也参与 革命也参与 辛亥革命 那个同盟会也有很多南洋华侨 陈家庚就参加过同盟会 我前面提到的东马的黄乃商 也是同盟会的会员 所以孙中山才会称赞 他跟那个布里克签订的那个条约 是什么平等条约 这和他后来的那个态度也是有关的 后来到抗日战争期间 大家知道大量的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抗战 这个都是反映了那个时候的那种现象 所以你说这个中共对马共的行程 当然是有影响的 在马共1930年建党之前就有南洋共产党 而且中共的很多人都是在南洋活动过 其中包括那个李鹏的父亲李硕勋 也是在南洋共产党干过的 我们的朋友戴琴女士 他的父亲傅大庆也是在南洋共产党干过的 而且是他是直接参加过马共的创立的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马共的一部官方党史 他举的几个马共创建时期的领导人 里头就挺有意思 这里头最重要的当然是胡志明了 胡志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胡志明大家知道是越南的领袖 但是胡志明 印度支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最早参加的是法共 他们都是留法学生 接受共产国际指派 最后回国建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就是后来越南共产党 但是同时 胡志明还是共产国际的特派员 然后在1930年 共产国际就派胡志明到马来亚 在中国的当时种橡胶的那些华工中进行活动 当时在海南种橡胶的华工 是属于华工中的下沉了 因为大家知道华人是比较富的嘛 主要是做生意的 华人在东南亚就像犹太人在欧洲一样 是一个最富裕的族群 大部分的人都是有生意的 但是也有些人 即使后来有生意 他们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到那里的第一步都是在那里打工 包括我们后来很多人到外国 号称是洋插队 靠洗碗什么什么 那个起家是一样的道理 这帮橡胶工人 锡矿工人 大部分是海南人 所以就像那个李硕勋也是海南人 就是李鹏他父亲 然后他当时也在那里活动过 然后就派了胡志明去发动这些人建党 胡志明的副手是谁呢 胡志明的副手就是傅大庆 就是那个戴琴的父亲 戴琴在座的可能不知道谁 还知道这个名字 在八十年代他是非常有名的 是著名的那个 现在叫公共知识分子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说法 总而言之 他是一个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 八九以后他就被体制排斥了 但是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红二代 他的父亲是著名革命烈士傅大庆 傅大庆死了以后 叶剑英就收养了他 所以他是叶剑英的养女 什么叶选平啊叶选宁啊 理论上讲都是他的什么哥哥啊 什么之类的 他原来叫傅大庆 他母亲姓戴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叫做傅小庆 后来因为傅大庆牺牲以后 他母亲又改嫁了 改嫁以后他就改姓他母亲的姓了 所以就他又把姓改成了秦 所以就叫戴秦 但是他对他父亲在南洋的这个事 都已经不甚了了了 我后来还是给他讲了不少 他爹在马来亚的故事 因为在马贡中啊 他父亲还是挺有名的 那么当时共产国际派傅大庆和胡佐 胡志明去建立马贡 名义上傅大庆是胡志明的翻译 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因为胡志明呢 长期是在中国生活的 他不仅他中国话讲得很好 而且潮州话广东话海南话 他都会讲还会写诗 他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高的人 他根本是不需要翻译的 为什么要给他配这么个人呢 有人说其实这两个人是互相监视的 其实这个现象挺有意思 清王朝当时派出国外的第一批大使 也是这样的 他往往正死和副死是要挑两个 那个很不对付的人 然后互相进行丁烧什么什么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他们当时是同时到了那里 然后就建立了马贡 马贡的早期领导人 几乎都具有同时具有中共的身份 同时具有中共党籍 但是很简单嘛 因为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所以他们的党籍是可以互通的 这两个人到那里 你也不能说是代表 傅大庆尽管是个中国人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代表中共去的 因为他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派遣去的 而且傅大庆到了后来 一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高级特工 实际上是跟中共的关系 其实远远没有跟共产国际的关系深 他后来去世也是去世的不明不白 他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 在抗战前夕就失踪了 后来当然他后来肯定是死了 到底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 这个方面可能 可能中共的材料都没有苏联的多 那么他跑去那里了以后 还当了一任 他不仅建立了马贡 而且在那个胡志明走了以后 他还留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 有人说是当过一任总书记 有人说当过一任宣传部长 不管怎么说吧 是马贡的那个创党人之一 按照后来马贡的官方的说法 他的早期的那个领导啊 几乎都是和中共有关系的 第一任的领导叫黎光远 什么吴清啊 傅大庆啊 林庆聪啊 傅鸿记啊 何文焕这些人 你可以看到马贡早期的 这样领导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的任期都很短 他们就任以后不久就被捕了 被捕以后一般受到的待遇 都是被驱逐回中国 英国毕竟还是算 相对来讲算比较文明 不轻易杀人的 而且这些人的身份 既然是双重的 那最简单的就是 在我这里捣乱 我就把你撵走 是吧 你就回老家去 真正出现转机的 是下面这个人 蔡白云 这个人也是一个华人 但是他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 他是在马来亚出生的 从蔡白云开始 这个马贡的这些领导人 就都是在马来亚出生的了 但是都是华人 那么蔡白云 大概当了一年多 当了一年多以后 马贡就出现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人 这个人叫莱特 这个人是一个 那个越南人和中国人的 那个混血儿 就是母亲是越南人 那个父亲是中国人 但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他是从越南来到马来西亚 造成是持有共产国际的委任状 然后到了马来西亚 当了那个总书记 他就开始认得很久 他从1939年一直任到1947年 连续任了八年 在这之前所有的那么多的任 加在一起的任期都没有他长 而且在他的任内经历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经历了那个马贡大发展的这个时期 那个什么明抗军啊 什么马贡变成一支很有力量的队伍 就是在他的任内搞的 但是他的下场非常奇怪 后来就宣布他是一个间谍 而且他不仅是一方的间谍 据说他同时是日本间谍 又是英国间谍 还是什么国民党的间谍 总之所有的坏人他都当完了 英国人的间谍和日本人的间谍 都由他来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二战的时候 英国和日本是敌国 你跟日本人当间谍 你就是反英的 你跟英国人当间谍 你就是反日的 怎么可能重拾当这两个国家的间谍呢 而且那个时候 马贡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也遭到了一次很有名的挫折 就是所谓的黑风洞事件 1940年 马贡在那个黑风洞 黑风洞现在是吉隆坡附近的一个 很有名的旅游地 但是那个发生这个事件的地方 不是现在这个洞 而是这个洞旁边 我们还去找过那个地方 已经很难找了 当时在那里召集会议 把马贡的那些中央委员啊 各游击支队的那些人都召集到那里 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被日军知道了 然后日军在那里设了符 一下子把马贡的十几个中央委员 和那个军队的那个领导人 几乎一网打尽 损失非常的惨重 但是有两个人 本来应该参加这个会的 就没有参加 一个就是召集会议的莱特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 代替莱特的陈平 这两个人是为什么 就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到现在为止也没说得很清楚 而且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是莱特在这个会议 召开之前就已经失踪了 甚至有人说他就被杀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这个事件以后 到底是责任该归谁 在马贡内部就是等于是人人自危 就开始在那里 最后说就是那个马贡内部的斗争 就是陈平就说是莱特干的 莱特当时就已经失踪了 失踪了后来发现 他在泰国曼谷出现 然后就被泰共的人 在曼谷的一家旅馆给干掉了 干掉他的人是当时泰共的创立者 叫做李启欣 这个人也是一个中共的人 可以说泰共也是中共建立的 但是泰共后来是泰国人接盘了 李启欣后来回到了国内 后来曾经当过中联部的副部长 反正这个东南亚共产党 原来的中共成员回国以后 很多人地位都是还是挺高的 李启欣后来是一个 反正也是搞那个中联部嘛 就是跟各国共产党打交道的人 他当时是泰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据说是他不自然把这个莱特给干掉的 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也搞不清楚 现在也有一种说法 说莱特根本就是在马来亚境内 就已经给干掉了 甚至有人说在黑风洞事件之前 他就已经被干掉了 说这个就是马共内部斗争的一个结果 而且这个事情就造成了那个陈平的上台 那么陈平就在这个1947年这个事件以后 就成为马共的领导人 而且他一当就当了一直到马共的灭亡 是吧 一直当到1989年 当了50多年之久 成了马共后来在整个战争期 就是和那个英国和那个马来西亚战争期间的 著名的那个马共领袖 然后马共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搞游击战 马共在马来亚搞游击战 一开始还是比较成功的 因为有中国和苏联的支持 再加上有印尼这样一个邻国做基地 就是不行的话可以跑到印尼去 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发生变化 一开始就是中枢分裂 中枢分裂以后 马共采取了像中共一面倒的态度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华人嘛 这也可以理解 苏联就不支持了 紧接着就是印尼发生930事件 印尼共就被消灭了 而且马共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马共当时在国内 一开始在50年代 他的国内的那个部分叫做南马局 就叛变了 书记叫何浪开始投降了 然后他们就都跑到泰马边界 而且基本上就是在泰国一侧 很少回到马来西亚 但是在泰国那边 我觉得尤其是他们在那个 没有太大的事情做的时候 特别容易发生内斗 然后就站在那里搞疏反 杀了许许多多的 结果这么一杀就导致内部叛乱 然后那个马共北马二分局 被指责为是奸细 要派人去杀他们 结果他们就造反了 开始成立了一个派别叫马列派 一个派别叫革命派 最后这两个派别在1983年合并 成立了另外一个党叫做马来西亚共产党 这就是共产党承认马来西亚的开始 但是正统的马共还是不承认的 但是马西共毕竟势力比较小嘛 所以1987年他就先放下了武器 那么马共又支持了两年 到了1989年才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以后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这些人有的是新加坡的 有的是马来西亚的 当时是一个国家嘛 就是对他们进行了甄别 一些人是允许回去的 但是像那个陈平啊 方壮壁啊这些人 自死都没有能够回到国家 其他有些人像我前面提到的 萨尔玛什么什么 他们就回去了 马共革命就失败了 但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现在逐渐都在开放 逐渐都在民主化 逐渐都在开放言论自由 所以现在马共的回忆录 马共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文献 现在出现了一个大爆发 这些人也都老了 他们都纷纷在写回忆录 而且把原来马共的很多是非都挑出来 结果现在马共研究变得很热 因为那个各种各样的事 也是说不清楚 包括我前面讲的莱特事件啊 什么等等等等 那么总体来讲 马共在当时 这个北加共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就不多讲了 但是总体来讲 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共产革命啊 毫无疑问是和中国有很深的关系 共产国际当初策动 也是和假守中共的 可是大家知道 在东南亚由华人来搞革命 实际上是一件非常 从逻辑上来讲是匪夷所思的事 因为华人相当于犹太人 是东南亚各国经济上的支配力量 大家知道在马来亚当时有个说法嘛 就是政治上是英国人管事 经济上是华人管事 现在也是一样 很多人都说 政治上是马来人优势 经济上是华人优势 华人是当时是东南亚各国的最富的族群 绝大部分人都是做生意的 用共产党的理论来讲 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而且这个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在殖民统治下 它是无封建 无专制 资本主义经济又主要是华人 资产阶级剥削原住民无产阶级 是吧 这是一个东南亚的通常的状况 更是马来西亚的状况 可是荒唐就荒唐在被剥削的土著居民 就是马来人都是反共的 资本加民族是共产党的主要的 当然肯定不是全部 是吧 所以马来人和华人其实都是分裂的 都是多元的 是吧 也有左派 也有右派 他们很早就有了左右派的对立 除了共产党以外 活法的政治势力也是左右派很发达的 包括现在执政的西方联盟中 就有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就是华人的那个民主行动党 结果干掉了以前执政的那个万年老党 那个六十多年执政的那个 所谓的国民阵线 就是有马来人的巫统 和那个华人的马华工会 和那个印度人国大党 也是跨足的一个联盟 马来亚的那个政治啊 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是分裂的 都是有左中右之分的 而且这个左中右之分的界限 要比民族界限更突出 像这样的一种格局 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建立这个宪政民主的 因为宪政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假定 就是我们的分歧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可以讨价还价的矛盾 它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可以计量 什么东西可以计量呢 经济利益可以计量 你如果谈论的是什么工资啊 什么福利啊 什么税收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你主张高福利 我主张低福利 最后谈出一个中等福利 你主张高税收 我主张低税收 最后谈出一个中等税收 这都是可以的 你那个劳资谈判 其实往往都是比较容易达成协议的 因为你工会要求工资五百块 资方说一百块 那么最后谈成一个三百块 那就可以 可是假如你是一个种族的矛盾 或者是宗教的矛盾 你就很难讨价还价 因为你没有标低的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计量 而且阶级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今天是穷人 但是你还是想当富人的 像美国的工人 说实在的 每一个美国工人都不认为 他是永久当工人的 他都会假设我赚了钱以后 怎么怎么 所以他都希望有一个自由环境 而且我们知道左右派的选民 是变动不拘的 今天投左派的票 下一轮大选 你就可能投右派的票 可是这个种族的划分 和宗教的划分呢 就比较死 你就很难变 今天是左派选民 明天你就变成了 下一届你就变成右派选民 但是如果是以族群来划分的话 就麻烦了 你汉族怎么也不能变成维族 维族也不能变成汉族 这个就很麻烦 再加上他不能计量 你也很难中间化 如果能计量 左派和右派都会变成中左派 中右派 但是你这个如果不能计量 就比较麻烦 那么由于这些原因呢 我觉得马来亚 他这个族群矛盾是很厉害 但是他的那个阶级矛盾 要比族群矛盾更发达 我们现在都认为 中国搞 中国现在很多弊病 是因为阶级斗争引起的 其实我认为啊 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阶级斗争 只发生过 以阶级斗争为旗号的皇权争夺 皇权争夺真的是你死我活的 因为天无二日明无二祖嘛 我得了天下就不能允许你有天下 那的确是你死我活的 可是阶级矛盾怎么会是你死我活的呢 阶级矛盾应该说是客观存在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不必去回避 你说这个劳资矛盾存在不存在啊 就是存在的嘛 工人就希望工资最高 资方就希望利润最多 这显然是有矛盾的嘛 有矛盾不要紧了你可以谈了 有矛盾不见得就是工人要杀了老板 老板要杀了工人 没有这回事嘛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阶级矛盾 不是你死我活的 而且真正的阶级矛盾必然有代意志 因为你凭什么代表工人呢 不是因为你当工人就可以代表工人的 大家知道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代表 但是经济上的事情 往往同行是冤家 那是不但不能代表而且还有竞争性 像那个工人 大家知道在全世界的工人运动中 最害怕的是什么人 最害怕的就是工人中的劳动模范 这些人是老板最喜欢的人 这些人提出的口号就是 我们要干的更多挣的更少 和工会的那个诉求正好是相反的 这个这些人怎么能当工运领袖呢 所以那个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 当然他们不用劳动模范这个词 他们一般来讲 工会和工人运动的主力 都是所谓的非熟练工人 非熟练工人就不是劳动模范了 搞工运史的人无疑不知道这个事 那么你是熟练工人 你能不能当工人领袖呢 当然也可以 前提就是 大家向你授权 如果没有这个授权 你是不能当工人领袖的 你说哦我是代表你们 所以我宣布 你们大家都要降工资延长工时 那不把大家都坑了嘛 所以这些人都被叫做工贼嘛 你肯定是要有代议制的 工人有代议制 有工会 工会在议会中的代表 就是所谓的工党 那商人也有商会 然后他们进行谈判 这个矛盾肯定是有 但是容易解决的 但是你一旦变成族群的矛盾 就很难解决 所以你看包括英国 这样一个老牌宪政国家 他在国内 老实说英国工党 是全世界最无可争议的 无产阶级的代表了 因为他 英国工党本来就是工会演变成的 他原来的选民就是工人 这就是毫无疑问的 你说工人选举出来的 由工会改出来的党 不代表工人阶级 谁代表啊 你那几个书生 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工的那些人 可以说你是代表工人阶级吗 但是好了 我如果不选举 我就可以 如果不选举的话 我是说我是代表工人阶级的 你承认不承认 你不承认我就把你杀了 我杀了你 我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你杀了我 你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 我就是阶级敌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是你死我活的了 而且不但阶级斗争 是你死我活的 党内斗争也是你死我活的 因为这个阶级代表 就像皇位一样 那是天无二日阶级无二主的 那这么一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左右矛盾 这个阶级矛盾都是比较好 用宪政民主来处理的 全世界阶级斗争最发达的地方 就是英国 宪政也是最成功的是英国 但是英国宪政一旦处理什么 北爱尔兰这一类的问题 就不太灵光 因为他处理的那些问题就不是 所以我觉得 马来西亚现在的那个宪政 能够发展的比较成功 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步 和这一点也是有关的 那个时间有限 我就讲到这里 请老师一个问题就是 伊朗的这个历史和现在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一带一路的构建的话 咱不说从海上 从地上走的话 新疆王 然后是巴基斯坦 然后在这个伊朗和土耳其 实际上就远起来 我想请教这个秦老师 这个伊朗会是什么样 很好的给我们一个借鉴的地方 尤其是他现在面临制裁 伊朗的确是我觉得 有一些观念 我们可能要有些改变 因为比如说很多人都认为 伊朗是一个专制国家 伊朗应该说 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但是它倒真的是有多党制 而且多党之间是有真实的竞争的 只不过这个竞争 都是在什叶派的这个框框里面的竞争了 你不可能不是什叶派 其他的那些宗教 他都是压制的 当然理论上讲 他那个宪法上也写了 那个什么宗教宽容啊 什么 而且伊朗也有那个西南部的胡泽斯坦 就是阿拉伯人 那是也有那个逊尼派 他的西北部有亚美尼亚人 那是基督徒 但是反正都是受压制的 他所有的政党 肯定都是声称是 实业派 信仰实业派 而且是接受精神领袖的那个指导 但是精神领袖 其实并不怎么参与 实际的那个行政 他只是到乱得不可收拾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出来讲一句话 以及各个派系之间 搞一些平衡啊 什么真正的权利 并不经常行使真正的权利 而他那个各个党 在都是实业派的条件下 他的那个各个党之间 还真的是有真实的竞争的 所以他的那个体制 和我们的体制区别还是挺大的 那个我觉得如果我们有这种体制的话 中国的民主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讲的简单点就是党内有派嘛 所以我觉得西方人说他专制 说他不民主 说他侵犯人权什么什么 是有理由的 因为如果按西方的标准 那的确是 但是我们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 那他要比我们要民主得多了 而且他的世俗化程度也 那至少比海湾国家要强的太多 但是你说我们要跟他合作什么呢 要进口他的石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跟他进行一般的政治经济交往 我觉得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您的意思是说 假如他受美国的制裁 我们也受美国的制裁 我们能不能形成一种战略联盟 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嘛 中国现在在新疆啊 什么什么这些地方的一些做法 实际上是对穆斯林世界来讲 是很大的冲击的 第二老师说 就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 我们跟他的体制也没有多少共同点 意识形态本身就不同 除了意识形态以外的 那政治体制也不同 第三 其实伊朗也没有指望 中国给他们做什么事 反而指望更多的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在传统上 和伊朗的关系 要比中国要进得多了 那个他跟俄罗斯是接壤的 以前是接壤的 现在也等于是接壤的 因为隔着个离海嘛 离海也没有多远嘛 何况那个离海南边的阿塞拜疆啊 那些地方 土库曼啊 那些地方 也还是在俄罗斯的势力之下嘛 所以俄罗斯现在包括他的核反应堆啊 什么都是俄罗斯在那里搞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 应该说要远远高于和中国的关系 而俄罗斯本身跟中国又是 虽然现在好像面对美国 两个国家走得比较近 但是俄罗斯和中国 中国是不是防着俄罗斯我不知道 但俄罗斯一直是高度提防中国的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中国如果跟伊朗真的发展出超过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也不会高兴的 再加上你说中间隔了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据说跟中国的关系很好 可是问题是中国到巴基斯坦 以及所谓的中巴走廊那个地方 是世界上超级不稳定的地带啊 什么比路资啊 什么西北边境啊 那些地方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搞什么中巴经济走廊 我觉得都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包括什么瓜达尔港 我觉得现在有些人呢 他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说 走中巴经济走廊要节省多少多少路途 说那个中东的石油 如果用油轮经过马六甲海峡 距离多长多长 如果运到瓜达尔港 然后用油管运到新疆 那就节省了多少多少 其实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 如果真正讲石油到用石油的地方 这两条路线差别并不太大 因为你说要用到东部远海 你从新疆运到东部远海 那距离就长得不得了 但是这些人有一个很狡猾的对比 他只讲运到中国国境 那如果讲运到中国国境 那当然运到红旗拉普的话 那如果只是运到红旗拉普的话 那要比那个什么运到上海 那是要走海路运到上海 那是要进的太多了 老实说我觉得很多人 严重的违背常识 那些人傻微动动脑筋 你把石油运到红旗拉普 你是要在那里用吗 中国新疆自己的石油 都是要运到上海去的吗 而且老实说管道运输 要比游轮运输的成本 要高得太多太多了 管道运输还有不同的情况 大家知道管道运输 如果是从上往下走的话 比较省事 可是知道管道运输 从海上翻越伯米尔高原 那个阳城有多少 翻到红旗拉普 等于是要翻越5000多米 那个泵油上去的功率 要比油轮要高得多了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那个油的吸稠度 用管道运输 稠油的成本非常大 如果说那个很稠的 轻植油的就比较好 因为轻植油 你只要泵就行 稠油是隔十几公里 就要有个加热站 因为稠油 在常温状态下是泵不动的 所以运稠油是成本非常高的 你隔十几公里 就要有一个加热站 把它加热到比较稠的 然后才能够泵 你放在油船里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你用管道运输 中东石油是什么呢 中东石油本来倒是清油 中东石油是世界上最好的油嘛 比起中国 中国的石油 尤其是辽和 那有的地方 那个根本就不是石油 就是沥青 那相比的话 中东石油当然是要清得多了 问题是我们在中东买的油 都不是最初的原油 你知道中东那些大产油 他们原油抽出来以后 都是要进行初步分流的 分流以后 最好的部分就卖给西方 然后呢 比较重的那部分就卖给中国 中国因为那比较便宜嘛 中国也喜欢买这种油 而且中国因为有稠油的提炼能力 中国的油都是稠油 大部分的油都是稠油 所以中国从那里进口的油 都是比较稠的 至少比他们刚采出来的要稠 因为都是做过处理的嘛 等于是好的给了人家 我们要那个不太好的 要不太好的用油轮运的问题 倒也不大 但是你要用油管运的话 而且运的距离那么长 绝对要比 那个油轮要贵的多的多的多 懂得一些常识就会知道 油轮运输在海上的成本 几乎等于零 没有什么成本的 因为现代大油轮一收就几十万吨 它在水面上它又不爬坡又不什么 只不过就走得慢一点而已 但是你实际上用不了多少动力 油轮运输主要的成本是在那个装卸环节 我问过他们装卸环节 如果是那个酬油的话 装卸环节的成本 要在总运输成本的80% 假如你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你运到瓜达尔和运到上海 有什么区别呢 你都是要一装一卸嘛 你装卸你又省不了 然后你运到那里 再通过那么长的油管 上几千公里的油管运到上海 那成本绝对比用油轮运 你要跪的多的多的多了 他们说马六甲海峡不安全 马六甲海峡再不安全 能比得上什么比露汁啊 什么这些地方不安全吗 何况老师说抢决油轮 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那你破坏油管要容易的多了 所以我觉得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的 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我想问一个就是政党忠教化的问题 就是我看哈 包括那么希特勒也好 包括说过中东也好 中右 政党忠教 他就把这些世俗性的一些政党一些东西 和一些忠教一些东西 它结合到 我想今天的中国 自从我们改革化之后 我们其实就已经 脱离这种政党忠教化的这种路子 那么现在有没有这种风险 在会出现这种政党忠教化这种现象 我觉得很难 现在就是突然间大力提倡国学 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 因为原来那个意识形态 你很难解释太多的问题 是吧 何况中国现在经济搞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包括最近什么南大北大的那些 马克思主义学会的那些 真正关心工人的人 就见一个抓一个 你还怎么讲马克思主义 这都是非常滑稽的事情 严格的说你比谁都反马克思主义 全世界的工人都可以组织工会 就中国不行 一些学生想组织工会 马上就抓起来 而且这些人都还是学马克思主义的 你说你信仰马克思主义 这从何谈起呢 我觉得现在宣传的 也并不是让大家信马克思主义 让大家宣传的就是 专制好办事 民主容易乱 可是专制好办事 民主容易乱 这个说法老实说我觉得也 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那能成为宗教吗 专制容易办事 民主容易乱 但是凭什么是你专制 不是我专制 这个东西 你没有宗教 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您说那个历史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不知道过去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演进到未来 但是后来您 我觉得您后来修这个一段 您的您得说吧 您说历史是有方向的 它的方向就是家庭的方向 我意思就是说 如果历史是有方向的 在您的看来 可预知的将来中 我们这个法家社会 它怎么能够演进到一个法治社会 那么它怎么样 一个间接的演进方式 您有一个预想吗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 你刚才说我有点改变 我其实没什么改变 我一直是强调 一定要有普世价值 但是没有什么客观规律 所谓普世价值 只不过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但是哪怕就是英国 它走向现在这个道路 都不是必然的 是吧 中国就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任何一种普世价值的成功 都是努力的结果 都是在很多环节中 做出了正确选择的结果 都有很多不确定性 是吧 所以你说中国未来一定能够什么什么 我觉得是没有人能够这样说的 说了也是妄言的 不仅中国不能说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连英国都不能这么说的 而且我可以假定 历史当然是不能重复了 但是假定英国 如果现在回到一二一五年 再重走几百年 他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吧 因为这个路是不能重演的 任何一个民族他走过的路 包括你本民族以前走过的路 都不可能重复 从这个意义上讲 历史从来就是一次性的 但是我们说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有些东西它就是相对好的 有些东西就是相对坏的 尤其是两种东西都存在的时候 那这个作用就更明显 就是我曾经讲过清末的时候 你不管是持儒家观点也好 持什么观点也好 你对比一下中国的内政 对比一下西方的内政 这国与国之间的侵略 我们先不谈 如果只是谈这个国家 对本国人民好不好的话 那老实说 所有的人 不管你持什么价值观 不管你受什么文化的 都认为西方比我们要好的 当然西方 如果说对我们有侵略 那个国与国之间的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至少西方国家 对他们的人 比中国的朝廷 对我们这些草民 要好得太多了 那是马上就产生强烈的羡慕 而且就希望中国也能这样 这个我觉得 根本就不是什么文化差异 能够抹杀掉的 是吧 这是什么 这就是普世价值啊 这就是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努力的方向啊 但是你说具体的道路 究竟会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 能够做出预先设计 是吧 先走哪一步 后走哪一步 这个东西都是看机会的 很多事情之间 它的一个环节和 另外一个环节中间 会有很多那种 那种搭配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没有谁说 我们现在第一步应该走 做哪个 第二步应该做哪一个 我其实说穿了 如果你有这种价值 愿意做一些事情 最通俗的说法就是 见缝插针 有空就钻 什么能做 就做什么 限制权力 难做 我们就做增加责任 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 就是权力太大 责任太小嘛 反正就是能够限制权力 我们就限制权力 能够增加责任 我们就增加责任 反正总而言之 不能让他推卸责任 也不能让他膨胀权力 这个都是可以化解为 任何一件事的嘛 我说福利问责 就是您说的一个方向吧 对呀 但是福利问题要讲得清楚 我们讲的福利 不是说他恩赐我们什么 我们感谢什么 而是我们要求他 必须要这样 必须要给我们提供 这样那样 提供了那是他应当的 不提供 那就需要问责的 这个要求有个可能性问题 可能性当然是 不能提的太高 但是至少这个问责 和感恩是完全 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东马的人口构成 跟文化构成 跟西马都一样 我看跟新加坡 倒是有点像 华人在多数 然后也有原住民 而且东马现在 有很强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自治权 你也去过东马 你觉得东马 有没有可能发展出 跟台湾跟新加坡 比较像的这种民主社会来 其实东马和西马的疏离 乃至整个 马来西亚联邦 这个体制 本身的一种 它的确是有 比较大的互动空间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 它那个宪政民主 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换说回来 不仅是东马和西马 甚至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完全是两个国家 但它的政治上的互动 还是很明确的 因为你说 那边有个人民行动党 这边也会有一个 类似的 就是这样的党 什么武统 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边发生什么矛盾 发生什么变化 就会影响到这边 比如说 现在很多人就认为 那个新加坡 未来 这些年的政治 会受到 达马政治的 很多的影响 新加坡 现在大家都说 它是个威权体制 但是小李的威权 和老李的威权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 我觉得我是 亲身感受到的 因为我在 比如说在2013年 我就去新加坡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 就通过一个 他们有一个老政治犯了 做了几十年牢的 二十多年牢的 那个林福寿医生 这个马来西亚也很奇怪 很多著名政治家 都是医生 包括马哈蒂尔也是 那个林福寿医生的 那个去世 那个追悼会 场面相当壮观 而且是公开的 那以前是绝对 不可能出现 这种状态的 那现在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搞 而且就言论自由的话 新加坡 其实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都很惊讶 言论自由应该说是很大的了 比如说那些 讲马共的书 在新加坡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买得到 尽管那就是 他们的敌人了 但在马共立场上 写的那些东西 在新加坡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 现在政治也在不断的演变 其实马来西亚 如果它的那个宪政民主 走上正轨的话 新加坡 其实也不会太远 请问问关于日本的问题 您在那个走出地址里边 写过日本的共同体问题 包括现在日本 现在很多和中国 非常类似的官僚 治理的内部问题 以及日本在全球化 最简单遇到一些新问题 香港就了解一下 日本这个国家 未来的发展的 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以及在全球化 这个现状下的一些新问题 会是怎样的 日本未来的发展 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设想 我从来不去做那种 什么孙明先生那个说法 但是我觉得 日本如果民主体制一直延续 就不可能有所谓的 什么军国主义回归的问题 因为军国主义 我一直在强调 军国主义并不只是在外交 什么方面 是一种鹰派立场 军国主义本身是一种体制 军国主义这种体制 本身就是站在民主的对立面的 只要你是民主国家 你就不可能是军国主义的 民主国家也会有鹰派 但民主国家的鹰派和军国主义 不是一回事 具体的讲就是 如果讲的复杂 就是比较长 我长话短说就是 所谓的鹰派是说 你主张强硬 你有你主张的自由 而且在条件适合的时候 你这个强硬的主张 会得到很多的支持 乃至就会变成实际的政策 但是这个体制没有办法去阻止 不强硬的那个言论的出现 是吧 所以当那个情况一变化 这个强硬的主张 支持鹰派主张的人就会减少 美国人不是圣人 美国人的道德也不见得比谁更高尚 再不需要什么代价 就可以对外 我们不妨说就是侵略啊 或者是扩张的情况下 那美国人也做过很多这事 而且老师说 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往往他有些战争 他初期开始打的时候 是举国一致的几乎都支持 是吧 不管是当年越战也好 韩战也好 乃至什么伊拉克呀 阿富汗呢 说等等等等等等 都是这样 你可以说那个时候鹰派是很得势的 但是只要死掉一些人 马上就扭转了 就是如果死掉几千人 美国人就普遍认为这个直战就不值得打了 再过一段时间 美国自己内部的反战伤声浪就把这个战争就给停止了 所以你说美国有没有鹰派呢 当然有 美国鹰派能不能得势呢 也可能得势的 但是像日本就不行了 日本那个军部 那你不同意他的意见 他是会把你枪毙的 结果他就可以达到所谓的一亿欲碎 像这样的口号民主国家哪个敢提啊 你民主国家 你只要是战争死一些人 马上就会有反战的呼声的 在这种背景下是不可能有军国主义的 军国主义的前提就是军部专政 所以中国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害怕日本如何如何 当然日本能够走到这一步 有很多经验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新经济政策嘛 就是典师曾经一夜之间培养了很多马来人的 华人富翁 那么当时九十年代中期我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华人做高级挂炎 不是完全达不到那个 只是地方上的那个高级挂炎都非常非常少见 那么这二十多年的已经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使得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他们这样极端的那个民族政策 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你讲的那个马哈蒂尔搞的 那个叫新经济政策嘛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要把经济控制权从华人那里夺回来 具体的讲就是在经济各个领域对华人实行歧视政策 比如华人公司一定要把股份的多少多少交给马来人 不能华人单独持股 很多行业是华人进入的对华人是不准入的 反正总而言之想方设法在经济上整华人吧 那么在政治上当然就是也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没有什么华人当官 但是这两者我觉得现在都有极大的改变 新经济政策没有正式废除 但实际上是已经比过去要那个缓和的多了 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你讲的就是实际上现在马来人的那个富豪啊 已经比过去多的多了 不过说实在的真的要说做生意那华人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优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更重要的很明显的就是马来西亚现在各个党派除了伊斯兰党以外 伊斯兰党是很极端的一个党了 不管是巫统不管是那个上一次大选下台的 当然尤其是那个上一次大选上台的 就是这个新政府叫希望联盟嘛 他是非常明显的主张要纠正这种歧视华人的这个政策的 明显的就是这一届政府中已经有很多位华人部长 这是以前都看不到的 而且这届政府上台以后就表示要签署那个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公约 这个也是一大禁忌 这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签署这个东西 反对那个宗教差别 反对什么什么 这些政府一上台就表示要签这个东西 当然后来马上就引起了一个反弹 就是去年12月吧 那个时候我正在那里的时候 马来西亚北部那几个穆斯林倾向最浓的邦 就是最浓的州 就吉兰丹什么丁加奴那几个州 有一些那种穆斯林就跑来抗议 尤其是那个穆斯林党和那个在野的就是借那个穆斯林情绪 等于是他们大选失败了以后想要扳回一局嘛 就这个政府要签订这个协议是就是举行抗议 我那个时候正好在吉隆坡 当时说的很厉害 说估计会有一百万人 因为大量的人他们是从外地运过来的嘛 都是搞得说那天连独立广场都不能去什么什么 结果后来真的后来那天游行 当然人也的确不少 但是大概也只有三四万人 就完全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厉害 实际上也没有对新政府的政策有多大的那个影响 当然造成的一个有一个后果 就是那个马哈蒂尔说这个事情还需要讨论 就暂时签署这个东西的那个暂时不急的签署了 但是也有人说其实马哈蒂尔本人 因为我原来讲的那些歧视政策都是马哈蒂尔以前曾经搞过的了 也有人说马哈蒂尔做出的那种平等姿态啊 什么什么主要是向希望联盟 就是现在的执政党让步 他内心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么想的 那么后来的反对声浪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台阶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现在希望联盟的这种状态是 他是不可能回到原来去的 现在的气氛包括马来华人的那个 反正不同界别的华人我也接触了好几个嘛 他们的对前途要比以前要乐观的多 这个是实际情况 最近几年那个马来西亚他有个第二家人计划 就是一个成年签的长期签嘛 然后我看看那个数据中国人买的特别火爆 然后你也去过马来华人买的下是好的移民选择 是直到天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因人而异的 就看你想干什么 这个假如你说 假如你说你想去办企业啊 办什么那个肯定不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他那个第二家园本来也是就是给人养老的 他本来也是不是说是想一想一想让你去当企业家 马来西亚现在应该说 他比过去那个所谓的新经济政策要要放的太要放宽的多了 就是基本上还是有了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环境 不像过去那样打压华人 但是你说如果和那个和那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那个比如说西方国家 那还是那应该说还是要什么特权啊 什么这些垄断啊 那还是挺多的 它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那个那个还不是太理想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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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的一个地方 但是马来西亚它的经济前景我认为还是还是会不错的 从历史上看是不是有这么一种 比如说这个比较典型的极右的像希特勒的或者日本军国的呀 包括后来你一些这个带有极右性质的这种政权 包括像弗朗格呀什么之类的 它虽然说从价值判断来讲它是带有反人类的一些性质 但是它确实促进了它本国的这个经济发展 那么它是不是可以这么想 我如果是极右但至少它促进了这个国家的发展 那么如果是极左实际上它不但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假的判断上对人类这个造成一些损害 但在经济上实际上它也造成了相当的这个阻碍发展 是不是可以这么 不过你讲的这个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呀 你可以这样讲嘛 就是所谓的极右就是鼓励弄权支付 鼓励不公平竞争的 但是那个极左的就是好像是要取消竞争的 有公平竞争毕竟比没有竞争要好 大概你的逻辑就是 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竞争是不公平的 所以大家就会反对竞争啊 所以这个极右往往极左往往就是极右刺激出来的嘛 那个李普帅特他早就谈过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以前也写过好多文章的讲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李普帅特的说法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是产生不了社会主义的 他所谓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就是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 是吧那里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 那里尽管竞争的结果有赢有输 但是大家都输得福气嘛 是吧没有人是弄特权的 弄什么富的 怎么会产生社会主义呢 那么你讲打土豪分田地人家说没理由啊 可是假如富的人都是靠我爸是李刚的 就是容易引起清算的那个势头了 是吧你这个富的让人不服气嘛 你就是凭垄断凭特权凭那些什么上去的 那大家就对公平竞争失去信心了嘛 失去信心了那肯定大家就会出现那种要求 打土豪分田地的那种要求清算的肯定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认为包括最近这几年中国的那个变化 你都不能仅仅说是某一个人如何如何 你说假如谁谁谁不行 那可是替代的人呢 比如说这个薄熙来就曾经是这个人的对手嘛 那薄熙来又怎么样呢 他不是也想搞这一套嘛 所以中国的事情真正值得可怕的 并不是某一个人要如何如何 而是那个东西 好像你搞了这个就是大家都支持 搞这个特别有利 所以有人才这样嘛 我们可以假设这些人其实都不是怎么把 他和第一代的那些人不一样 他们都不怎么把什么意识形态当做一回事的 他们主要是从搞什么有利于他来着眼的 你无论是搞民主的也好 搞专制的也好 他考虑的是对他有没有利 那我们看到的是八十年代的情况 不管你原来是受启蒙的还是不受启蒙的 你总是觉得打民主牌打开放牌 要把比打相反的牌对你有利 是吧 你在党内斗争中你可以 以这个来占据主动 你可以拉拢人心 你可以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时候很多人从他的过往经历看 你就看不出他是一个改革派的 整个东欧也有很多这种现象 但是他就是一上台了 他就搞这个 因为这搞这套对他有利嘛 可是我们八十年代也是这样的 你哪怕你就真的很保守 那个时候你也要表现得很开放很改革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到了那个201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好像大家都在比赛保守似的 大家都在比赛援教职 那个薄熙来就是一个够左的 结果把他搞掉了的那个人比他还要左 那是什么道理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们改革这几十年 虽然成就很大 但是积累的不公平也是够多的了 在这个社会积累起来一种 我说这个社会真的是有一种反改革的情绪 这个反改革的情绪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说中国人就有什么反动的基因 或者保守的基因 那就是你这个东西不公平的话 就会导致这种后果嘛 所以这两种东西往往是互为因果的 所以你就很难说谁比谁更好啊 你见过这个卢表巴黎 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说 左虽然是在表面 但是好多 你说很多问题是自由主义的 现在起初农民 其实事实上现在又是在转 什么叫又在转呢 我其实是比较反对 在中国用左右这个概念的 因为在西方那个背景下 其实左和右都是有一部分道理 但是在中国 左和右往往都是被扭曲的 往往左也不是西方那样 左右也不是西方那样右 乖和不乖派 对啊 全球化是不是会对民主价值观造成一种侵蚀 是不是现在全球包括在欧洲 包括像特朗普啊 他们班农 就像班农这样的人 这种保守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么一种 抬头的现象 是不是他们感受到了自己所天天就是宣扬的这种民主价值观色的侵蚀 而做出的一种反抗 反正是全球化 它肯定是导致不同体制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加剧嘛 这个全球化这些年 你要说西方对中国的那个改变也是够多的 不管是 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些所有我们看到的进步 不管是资本主义的 或者说市场经济 还是社会主义的 或者说是社会保障 都是学的西方嘛 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时代的那种 也是什么福利国家的那套东西 都是 所以其实我们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改变中国也改变了挺多 但是反过来讲 中国这套体制肯定也会对他们有非常严重的那个 就是互相和平演变 看谁演变 看谁演变得了谁呗 但现在看起来的确是 因为以前呢 说实在的 哪怕中国在最左的时候 对我们去和平演变别人都是没有信心的 毛泽东时代 那个逻辑就是只要是和平演变 只要是互相搞和平竞赛什么 那中国肯定是要吃亏的 所以要么你就关起门来 要么如果你要真的是完全球化 那你就是输出暴力革命 他从来没有想过在和平竞争中去战胜西方的 但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是真的是有这种可能了 就是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 所以你这个这个是传球化造成的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呀 的确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是双向的吧 另一方面这个反正就是这样吧 你因为你不同体制的国家玩一个传球化游戏总是玩不久的 你不是这个改变那个就是那个改变这个 他们怎么能叫新左派呢 他们应该是老左派才这样 所谓的新左派指的就是什么法兰克福学派啊 什么什么那些波丢啊这些人 他们跟老左派有一系列的区别嘛 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新左派其实是不太谈什么阶级啊 不太谈什么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西方福利国家那种环境出来的 他们谈的更多的是什么文化问题 什么经常就讲的都是那个什么反对符号的专制啊 什么什么社会的庸俗化啦 强调象征权利啦 什么文化批评啦 强调文化多元啦 包括西方现在的那个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那些东西 也是这些内容啊 什么开放移民呢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 北大的南大的那些马会诉求的那些东西 都是19世纪西方左派所追求的啊 那怎么能叫新左派呢 他们倒是老左派我觉得是 尽管他们是年轻人 新左派我想跟你谈论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都说这个东方文明是专制的文明 然后那个西方民因为它是工商业社会 所以它是这个民主社会 它是一个民主文明 然后那个东方因为是农业文明 所以它又适合专制文明 尤其是你想 我们在从古代到现在 我们那些大和流域的一些文明 像两和流域的文明 还有这个埃及文明 还有中国的文明 像我们这些农业文明 但是都是专制国家 而且我们中国 从自古到今 都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地方 我们北边是西伯利亚的共土 我们的西边是喀米尔高原 南边是亨断山外 东边是大海 然后呢 我们中国是个农业文明 这就造成了一个资源有限 但是人口不断的扩张 所以说呢 我们中国就只能走一种 这个集权的一个制度 就从古代开始 就护甲人权 就一直在讲集体主义 然后中国从清朝 从180年开始 就进行转型 洋务运动 去那个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完了之后 到那个百日文青 开始去经济改革 百日文青是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改良不行之后 开始革命 革命又不行 革命又失败了 造成北南对华混战 然后呢 共产主义来了 然后共产主义胜利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的是 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说这个专政 又到中国 到中国又胜利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 这有点像一个 是不是说就中国的 动画制的土壤 就只能是生产 这个专制力 你讲的这个 我完全理解 几乎就是80年代的 那个什么和尚啊 这些都说 所讲的那些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当然都是反映 当时中国人 对现状的不满 当时都是 就价值观来讲 当然显然都是一种 启蒙的价值观了 但是那个 这种描述 我觉得已经早就 已经过时了嘛 假如你说农业文明 就一定是专制的 那工业化以前 哪一个国家 不是农业文明呢 你就欧洲也是啊 不光是中国 是农业文明啊 这个工业化以前 世界各国都是 农业文明啊 就包括希腊罗马 有人说那个 古希腊 雅典的民主 是因为雅典 就是个工商社会 你真正看看历史 你就会知道 不是这么一回事嘛 所谓的雅典的城邦 也不是我们所讲的城市啊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是吧 城邦的要件 就是一个公民共同体 这些人 都是有公民权利的 但他们是不是住在城里 那完全是两回事啊 有些城邦 就根本没城市的 像斯巴达 这个城邦就是没 它只是有五个村子而已 雅典公民 最典型的代表 就是农民啊 是吧 所以雅典 为什么有关聚今天呢 就是这些人来 看戏要耽误农活的嘛 是吧 所以你要给他补贴嘛 而且假如说农业就导成专制 那现在中国早就农业产值 占的比重很小了 那中国现在就应该可以民主了 是吧 中国的 你就产值而言 工业已经远远超过农业 多少倍了嘛 我想问一下 我们对您写的很多的关于 这个晚清的时候 这个清朝的关联 对于西方的 宪汉民共国 政治美这些话 已经很清楚了 那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经过了 欧风美雨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中国好像还是回到了 一个情质的一个情况 就是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你讲的那个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都很羡慕 但是实际上做不到 那一个羡慕者 就是那个我提到的刘西红 他就讲的很清楚嘛 他说哎呦 我也觉得英国人这套好 但是我们中国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有利益在嘛 是吧 我们都是吃皇帝那碗饭的嘛 皇帝掉了 皇帝倒台了 也许老百姓有好处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他讲的很坦率嘛 是吧 而且里头并没有用什么儒家的概念呢 他就说那个 西方那套是天下为公 那真的是不错 但是我们天下为家 已经几千年了 这是他的原话 我们都是吃那一家人的 是吧 那一家人倒台了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是吧 有些东西不是什么观念 就是利益啊 你说西方人就喜欢民主 至少那个路易十六不太喜欢民主吧 查理一世也不喜欢民主吧 凡是天下的专制者 天下的那个要奴役别人的人都不喜欢民主嘛 还有一些人是根本就不知道的 假如你要问一个 从来没有出过村的老太太说 那个英国的制度好不好 他肯定说不好 因为到底是什么制度 他根本就没见过 那个由于愚昧 由于信息封闭导致的那些 你也不能说是因为什么文化 也不能说是什么国民性啊 你再国民 你把一个英国人 从小就封闭起来 让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也是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 我觉得马来的这场事情呢 它的最大的悲剧就在于 它实际上不是华人的独立运动 因为华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分裂得很厉害嘛 因为华人是最富的 所以不可能整个华人都多去同行他们的 那个华人反对马共的有的是 但是的确是一些穷的华人 基于经济利益投入了这个运动 还有些人不穷 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那个狂热 也卷入了这个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 东南亚由华人搞共产革命 我觉得是非常悲剧的 因为华人是东南亚最富的一个族群 如果搞共产革命 恰恰就是要供他们自己的产 所以这种革命啊 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华人来讲都是一场灾难 是吧 如果你成功了 那他就要供华人的产了 那就等于是把华人搞得倾家荡产 甚至所谓的会发生排华 排华其实就是排资产阶级嘛 成功了的地方就像那个什么 越南啊柬埔寨啊 那华人不是都倒大霉了吗 但是如果失败了呢 如果失败了 那你是华人搞的 那人家其他民族就会归罪于华人了 那华人就成了替罪羊了 像那马来西亚都不是最典型的 印尼的华人不是最典型的嘛 印尼的就是因为印尼共失败了 结果印尼排华搞得很厉害呀 尽管老实说印尼共华人并不多 但是你共产革命失败了 共产革命是中国支持的 那当然华人就是替罪羊了 所以这种革命我觉得是很奇怪的 而且他真正 他又不是为了民族主义 是吧 你说尤其是中共 那就更是这样 你中共 比如说以缅甸为例吧 中共大量的有很多那个大力支持免共 而且为了支持免共 压制那个缅甸境内其他民族的共产主义者 我们知道那个当时缅甸 除了免共以外还有什么科兴共产党 什么善邦共产党 当时中共都要求你们 根据共产国际的原则 一国只能有一个共产党 你们都必须加入缅共 他们都是不愿的 后来都强迫他们加入 他们加入了以后 结果都被清洗了 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中国也有很多人卷入 包括红卫兵啊 包括知青啊 还有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中共支持他们进去的那些人 可是这些人做的事情 并不是为中国争取什么利益啊 大家知道那个免共 始终是由免族主持的 而且免族的那些免共领导人 一直在搞清洗 清洗的往往就是中国人 那柬埔寨就更是这样了 柬埔寨 我们说红色高棉搞大屠杀 说那个柬埔寨的人 大概是七百万人给杀了 死了一百五十万 大概是死了大概五分之一吧 那华人要死了一半 华人死了一半还不是最高的 死人最多的是侨共 那些侨共 在红色高棉上台的几年内 几乎死了百分之九十九 几乎没有谁活下来的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你说这是为了华人的利益吗 甚至为了华人共产党的利益吗 都不是啊 就是为了皇上的利益吗 反正中国的逻辑就是你称赶了几句皇上 皇上龙心大悦 你再杀多的中国人 他还说你是我的老朋友 假如你得罪了皇上 你对中国人太再好 人家还说你是敌人 那就这种逻辑啊 柬埔寨的侨共搞得好惨 当时柬埔寨在那个抗美战争中 因为当时那个 你可能知道那个柬埔寨打仗的时候 是越共和红色高棉 当时还是盟友嘛 是吧 而且吴志明小道啊 什么这些地方都是在 柬埔寨境内的嘛 乔共当时跟越共和柬埔寨都有合作的 合作的过程中 他们就感觉那个 越共 相对来讲 还是比红色高棉要文明一点 就是他们对越共 感觉要比对红色高棉好 但是中共就要求他们支持红色高棉去反对越共 后来红色高棉上台以后就要求取消侨共 要求所有的侨共都必须加入那个红色高棉 这个时候因为那个侨共在原来的合作中就知道红色高棉不是什么三类 他们就不愿加入 不愿加入有的说那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红色高棉既然已经涨了全了 他们又容不下我们 那祖国就让我们回去吧 我们本来就是中共的人嘛 而且也还是华侨嘛 是吧 我们完成了革命 柬埔寨革命的任务 我们就回归祖国了嘛 以前那些李启欣这些人不是后来都是回去了吗 但是当时的中共就是说你必须加入检共 不让你回去 就等于是逼他们死 结果他们加进去的后来红色高棉搞内部清洗 他们全部都死了 当时那个侨共的最高领导人叫张东海 那是一个抗法战争时期就加入了就参加革命的老华人共产党了 他加入红色高棉以后表现得很积极 因为他想当一个红色高棉中的减华少数民族的领袖 每个共产党不是都有一个少数民族领袖的吗 像中共的什么乌兰夫啊 赛福鼎啊 维国卿啊 这一类的 他也想扮演这么个角色 然后就为红色高棉 为波尔布特杀人 杀了好多的华人 杀了好多的侨共 帮助他杀自己的同胞 帮助他杀自己的同志 结果杀了杀去别人都杀光了 最后他自己传家也被波尔布特杀掉了 最后侨共剩下来的是些什么人呢 就是在柬埔寨革命胜利以后 他们预感到前景不妙 然后就脱离组织脱离革命 就干脆就逃掉了 不知道逃到哪去了 这些人有些活下来 如果你还加入这个检共的 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我知道说天地会对中国革命 有很大的早期有很大贡献 特别是在孙中山那个时候 好像看到书上说 现在天地会在东南亚 特别是在马来西亚 还有一定的势力 就是您去当地的时候感觉到 这种秘密会是 我们怎么能接触呢 那说穿了就是黑社会嘛 这个是很难了解的 这个去那里旅行一趟 要真正地接触这个东西 比较难 但是 但基本上他们在东南亚 不是公开化 那公开了就不能叫黑社会了 我刚才讲的那个什么 同乡会啊 什么中青会啊 都是啊 所以民主政治就有这个好处嘛 它可以把那些秘密的 变成公开的 一旦公开化了 你就好讲规则了嘛 是吧 你这个秘密状态的那个什么 清末那些人谈论什么 会党和政党的区别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你公开不公开吧 秦老师 能不能讲一下这个 马来西亚那个穆斯林的这个情况吗 经济上和政治上 马来人基本都是穆斯林呢 他们就是 反正当然现在 那个政策一直是 请向他们倾斜的了 尤其是马哈蒂尔上台初期 其实那个69年那件事情以后 不久 刚才那位女士也提到嘛 这个当然会造成两个后果 一个后果就是 的确也是提升了马来人的经济地位 但是也是加剧了马来人的 尤其是官商勾结 什么什么这个事 所以大家对这个马来的现状不满意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嘛 而且不光是华人不满意啊 你马来人也很不满意啊 因为你所谓的照顾马来人 其实并不是照顾所有的马来人嘛 肯定也是那个 所有的照顾都是有那个 照顾本身就是一个特权嘛 特权的话肯定是 不可能做到平等的 在马来人中也不可能是 做到平等的 所以现在改变这个状态 我觉得不光是 不光是华人有这样的要求 马来人尤其是马来的青年人 他们肯定也有这样的要求 这个不奇怪啊 他就是有一种传统说法 叫两头针嘛 就是他们当时参加共产革命 是很真诚的 而且认为这个这种革命 是会带来什么自由民主啊 什么什么平等啊 是吧 后来发现不这样的 他们仍然捐持 就是用现在的说法叫初心嘛 他们才是真正的初心不改的啊 那结果就走向这个 一种批判的这种 我觉得是挺多的 其实真正要讲初心 就是他们有初心 你说现在那种 唯利是图的 那种一切为了保护权力的 那些人他们有什么初心 如果那些共产党 我这里讲的是基层的共产党嘛 当然那个最高层 可能从一开始 就是有那种 所谓的胸有大志的那些人 往往一开始 就是读了韩非子的那些书啊 什么就是有那种 但是我觉得同时这些事业的 大部分的那些参与者 还是有的还是挺浪漫的 还是挺天真 还是挺真诚的 那么这些人经过这些挫折 如果你还是捐持原来的那种 价值观的话 你肯定是要走向批判的一面的 老师您觉得李锐算是诺家吗 他拥有诺家的那种坚持真理 就是从那种愿 这诺家也不能说 就是所谓的捐持真理吧 诺家有一套他的那说法 他的那套价值标准 也不能说不是诺家就不捐持真理 也不能说诺家就捐持真理 但是诺家显然是 本来意义上的诺家是反对情志的 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韩非子他们那帮法家的代表 能够对权力有那么深入的 那么成熟的书写和认识系统 他对权力的恶和权力的效果 都有那么深的认识 这个在放在世界范围内 世界史范围内 它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吗 我觉得权力的恶或者说人性的恶 本来是个普遍现象 但韩非的确是讲得很透 如果你把韩非和马基亚为理 什么这些人做比较 你会觉得他比马基亚为理还要说的 那真的是黑透了 那我觉得当然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当时中国的那个争霸战争 那种什么 那比那个欧洲同时期的要严酷的多 我觉得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 那肯定是使人越来越不择手段 只要能够取胜就无所不用其极 你说这是权力的作恶 他认为那是对的 因为只要我能够在这种争夺中 这种丛林竞争中取胜 我只能这样 小清老师我有问题 中国古代的帝制时代 这皇帝他一般不喜欢用清官 就喜欢用贪官 有污点的一些官员 人家那个贴中就会用和审 那些那个家境皇帝就用严重 就用去污点 我觉得不能说他们喜欢用贪官 假如一个人他自己很清廉 又忠心耿耿的为皇帝的利益 别的什么都不像 我觉得这样的官员 他们当然也还是喜欢用的 但是这个两种是相矛盾的 因为你假如你不畏大众 你的清廉何所来呢 清廉的人一般都有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就免不了 要跟皇帝的个人欲望 会发生冲突的嘛 所以我觉得在 假如真的有一些人 他们是很有理想主义 为了理想主义 不惜得罪皇上的 那这种清官皇上 肯定是不会喜欢的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就是海瑞嘛 海瑞能够活下来 都是很偶然的事 而且他活下来 也没有权利了嘛 最后实际上已经是被挂起来了嘛 但是如果你能够忠心耿耿 那位皇上办事 不顾老百姓死活 当然也前提也是 你也可以得罪一些地头蛇 因为专制的逻辑就是 强龙要压倒地头蛇嘛 那假如你能够做到这些 那皇上就会喜欢 在能够做到这些的人中间 累积斑斑的人和不怎么为自己考虑的人中间 做选择 我觉得皇上还是愿意用那种 你不能说这种人叫清官 但是可以说这种人是不太贪的 他还是愿意用的 我觉得 反正皇上他用贪官 他也不是说是鼓励这些人为自己而贪 他只不过就是反正他用人的标准就是有利于我自己 是吧 有利于我自己 那你你贪一点 只要你不影响到我的统治 你贪一点我不会计较 而且你贪一点我还便于控制你 假如你不贪 他就信不过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毛泽东就从来没有相信过林彪的那个过分的表忠嘛 很简单嘛 他不符合人之常情嘛 现在我们的这个经上好像也开始明白一点 所以发提出一个所谓的 好像据说是最近有一个文件提出什么要反对低级红 什么高级红 那中国的低级红就太多了 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 这不都是低级红吗 诸如什么周小平之类的 到处都是低级红呢 在中国实施那个联邦制的可行性 我在这个问题上好像讲过很多次 我认为这里一个大国家 也许联邦制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思路 但是我从来认为如果在联邦制和民主化这两者中 那是应该先民主化再有联邦制的 而不是先有联邦制再民主化 如果你先在专制的条件下搞了所谓的联邦制 那你不搞民主则已 一搞民主联邦肯定会解体的 苏联啊南斯拉夫啊 捷克啊都是这种例子嘛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要 当然如果你认为国家根本散了也无所谓 现在也有人这么主张的 我觉得散了有没有无所谓 关键就在于散了会不会引起战争 如果你散了 还是有人要什么群雄逐鹿 要再度 那就没有什么必要要这么折腾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即使搞联邦制 还是要通过民主 先民主化以后建立了一种合法性以后 国家的合法性以后 然后再分权比较合适 如果你现在就把这个搞成一个那个 诸侯做大的那种趋势 是吧 那你上面有个秦始皇 大家都很害怕 你假如一民主了 那那些人真的就可能就什么了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中国因为他和苏联 捷克南斯拉夫都不一样了 中国从来以前就没有搞过联邦制 所以我觉得中国不必担心 什么一民主了以后就分裂 倒是一民主了以后是可以搞联邦制的 在依靠民主建立了 国家认同以后 那个时候你再搞联邦制是可以的 但是先联邦后民主 这个路径我是很怀疑的 曾先生您对高华老师 那个洪太阳的主要生起的书 您是怎么过来看的 我写过一个书评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写这本书写得不错的 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就是 基本上没有用什么档案 就用那些公开的材料 所以后来赞扬他的人就说 哎呦他的确是有见识 就通过这些公开的材料 他就可以看穿这些机制 那反对他的人就说 你有没有看过档案 你有什么能 你凭什么这样说啊 我的说法很简单 我认为啊 我们在史学研究也好 在探讨真相也好 甚至在做刑事判断也好 除了证据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举证责任 到底是谁有举证责任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般遵循的原则 就是强者负举证责任 讲的简单一点 你是有垄断能力的 你是有权封别人的嘴的 有权力垄断档案的 有权力不让人看的 这些人他们天然的 就要负举证责任 就是我说毛泽东有这样的问题 我不需要去看档案 我在别的方面 我感到一点什么什么 我就可以这样说了 你要为毛泽东辩护 你要举证 因为这个证度是你在垄断着的嘛 你怎么要求我举证 我当时就说 那个骂高华的那人说 高华没有看这些档案 他这样可以批评毛泽东 但是你要为毛泽东辩护 反驳高华 你就必须看档案 你也没看档案 你凭什么这么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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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